第十一章 这真的只是百米粥 小子 这是什么 床吗 此时 赵老已经躺在了沙发上 舒服地闭上眼睛 这是沙发 用来休息的 你小子还真会享受 我活了这抹酒 多么睡过这抹舒服的东西 赵老已经不想起身了 躺住说道 啊 苏大哥 这是我吗 嗯 是你 那是镜子 穆小小见到每一样东西 都会好奇地打量很久 此时已经逛到了洗手间 在正对住房门的墙壁上 盯住一面镜子 她一眼便看到了镜子中的自己 一届很多用品 都只停留在古代的水平 他们并不图享受 所以 镜子都是铜镜 床也都是木床 很多东西做得都不够精细 哇 好厉害 爱美是女生的天性 穆小小已经心无旁骛 在镜子前仔细地打量住自己 苏语见他们一个躺住 一个照住镜子 微微一笑 走到厨房里便开始准备晚饭 说是准备晚饭 其实就只有一样东西 白米粥 打开火炉 将水和米倒入锅中 静静等待就好 小子 你的晚饭就只打算准备这些 赵老眼睛微睁 看住苏语紧紧淘了几把米倒入锅中 便再无 其他的动作 忍不住问道 这也太寒颤了 还懂不懂得尊重老者 赵老 我这里只有这些大米 您如果要吃晚饭 一碗粥 需要一枚中品零食 什么 赵老从沙发上跳了起来 以为自己听错了 难以置信地问道 想他堂堂丹圣 无论走到哪里 想请他吃饭的人能绕东周一圈 现在这小子居然还要收费 而且仅仅是一碗粥 最关键的 他居然要一枚中品零食 中品零食对他来说 自然不算什么 但是憋屈啊 一碗白米粥 最贵也才三枚下品零食好吧 想他堂堂丹圣 居然会被一个小被宰 一碗粥一枚中品零食 苏宇依旧说道 哼 小子 你放心 你的粥 老夫不吃也罢 赵老冷笑一声 如果不是还想住徒弟的事情 他绝对直接拂袖而去 苏大哥 一碗粥一枚中品零食 会不会太贵了 慕小小声地说道 他觉得赵老这人不错 不希望关心到的太疆 没事的 我的粥不一样 苏宇自信地说道 其实 如果不是逼不得已 他也不想收费的 但是现在他的资金极度缺乏 考核零药师后 只剩下599金币 现在由于慕小小来了 肯定要加一张床 也就是 又要花掉500金币 只剩下99金币 99枚下品零食 赵老身为单胜 才大气粗 苏宇宰他 也心安理得 不一样 我倒要看看 有什么不一样 赵老哼了哼 苏宇和慕小小虽然 刻意压住声音 但是以赵老的舞蹈修味 自然能听得一清二楚 随着白色的烟气 从锅中漂浮而起 整个屋内都开始 弥漫住米粥的清香 那烟气和一般的烟气不同 仅仅是这香气 就让赵老的味蕾炸裂开来 舌头都不自觉地在嘴里跳动 赵老 你真不吃吗 苏宇故意问道 哼 换来的是赵老一声冷哼 他现在不敢张嘴说话 生怕会有口水流出来 以他的修味 食物已经不算是必需品 但是此时却感到一阵 震久违的饥饿感 哇 好香好香啊 慕小小高呼住 不停地吸住粥的香气 小小 尝尝 苏宇给慕小小盛了一碗 白色的瓷盘上刻住精美的花雕 里面装住浓稠的粥汁 粥汁里漂浮住一粒粒 如珍珠般滚圆的米粒 这些米粒配合着粥汁 反射出亮晶晶的光芒 会发光的白米粥 慕小小惊叹地 看住手中的米粥 居然有些不忍心下咽 赵老在一旁狂吞口水 可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 凭着大意地忍受住 眼神却不住地瞥向苏宇 却见苏宇正端住一碗粥 向自己走来 立刻骄傲地昂了昂头 心中得意 这小子最终 还是知道自己名头的厉害 准备给自己品尝了 我一定要先一正言辞地拒绝 然后才免为齐男的品尝 终于 苏宇将周端到了赵老的面前 赵老终是默忍住 眼睛微眯 倾壳一声 既然你这磨 有诚意地邀请我品尝 那我就免为齐男的尝一口吧 可是下一刻 赵老伸出的手直接僵住 因为苏宇的脚步病 没有在他面前停下 而是直接无视他 静止走到了 正趴在自己的小窝中的毛毛面前 毛毛兴奋地绕住苏宇的脚边打转 抬起前肢 身子不停地向苏宇跳动 放心吧 少不了你的 接着 在赵老圆瞪的目光中 将那一碗承载住浓郁香气的粥 放到了毛毛面前 现毛毛吃得正欢 苏宇摸了摸他柔顺的毛发 轻笑起来 赵老如遭雷击 侮辱 这是赤裸裸的侮辱 他堂堂单胜 此时被弃得胡子倒数 手指指住苏宇 嘴唇哆嗦地说不出话来 咦 赵老 你这是怎么了 苏宇故作疑惑地看住赵老 横赵老再度冷哼一声 一甩手 闭目昂头 气势不能输 哇 好好吃 这是我吃过最最好吃的东西 没有之一 沐小小发出极度夸张的声音 接着便是持续不断埋头喝粥的声音 有这么夸张吗 假的 一定是想诱惑我 赵老狂咽了一口口水 扭过头去 却见毛毛正对住他 也在疯狂地喝住粥 接着好似感受到什么 抬头看了一眼赵老 立刻感觉到一股威胁 爪子抱住碗 冲他呲了呲牙 身子一甩 扭过头去 屁股对住赵老 继续喝粥 这是什么意思 怕我抢你的粥吗 我会稀罕一只狗的东西吗 属可忍 审不可忍 自己居然被一只狗给鄙视了 赵老只感到 胸中有一团无名火 在剧烈地燃烧 这口气必须要出 我倒要尝尝这粥 到底是什么味道 就算是真美味 我也一定要批它个一无是处 给我来一碗 赵老故作不屑地说道 声音由于压抑而变得沙哑 苏语看住赵老脸色 蓬红的样子 嘴角微微一翘 不怕你不上钩 第十二章 蛊惑入火 我跟你说 我就是尝尝一枚中品零食的粥 能有什么味道 证明你这粥不值这个价 赵老嘴硬道 行 等住吧 苏语面无表情 走到厨房中 为赵老盛出一碗粥 您的粥请慢用 不一会 苏语将一碗粥放在赵老的面前 居然真的只有米和水 赵老端住完打量住 本来以为苏语添加了什么调料 然而却根本什么都没有 简陋得很 不对 这米不一般 赵老身为武者 观察力自然极强 他能隐约感觉到 这米再有规律地张持住 好似呼吸一般 犹如有助生命 这米 简直成精了 赵老何等身份 到过五州大陆各个角落 什么样的美食莫吃过 甚至大陆上一些 奇异种族的美食都尝过 可是 从没有一个美食 能和这碗简简单单的 白米粥相比 咕咕 他的肚子居然叫了起来 可以让人产生饥饿感的米粥 不仅仅是人 他可是单胜 可以让武者饥饿的米粥 闻所未闻 拿起鱼碗相配的青花勺子 赵老舔了甜嘴唇 悠悠咬了一勺米粥 粘稠的粥汁 在碗与勺之间 拉出了细长的丝线 随着勺子将粥面上的 那层膜剥开 浓郁的香气扑面而来 冲击住他的味蕾 直扑向他的味中 赵老再也顾不得矜持 一把将米粥送入口中 一瞬间 粥汁缠绕着舌尖 在他的嘴中荡漾开来 米粥好似一个个顽皮的精灵 在嘴里跳动 强烈的香味 冲击住他的每一个神经 轰炸着他的口感 赵老只感到 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都变得活跃起来 好似年轻了二十岁 全身的精力 都随着着美味苏醒 我的天 世上居然有如此美味 这真的只是白米粥 赵老居然生起一种 想哭的冲动 身陷在这白米粥之中 无法自拔 此时 他已经将 一切都抛之脑后 一勺一勺地摇起米粥 送入口中 什么尊严 什么找回场子都忘了 他现在眼中只有白米粥 忽吃 忽吃 好吃 赵老发出一声舒畅的惊叹 接着堂堂单胜 居然开始舔碗 将碗里的粥汁 都舔得浅浅浅浅 苏宇站在一旁 淡定地看出这一切 赵老的这种反应 完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想他堂堂穿越过来的人 前世吃过的美食可不少 都被这碗米粥所征服 更何况是他们 意见的人 对享受本就追求不高 所以 对待食物的追求也就一般 这里所谓的美食 在苏宇前世顶多算是一般 现在陡然吃到这种米粥 不失太才管 等到赵老将碗舔干净 他终于满意地输了一口气 舒畅无比 前所未有的幸福感涌遍全身 没错 就是幸福 好似能吃到这一碗粥 就是幸福 这是白米粥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往我自诩行遍五周大陆 却从莫尝到过如此美食 不 如此美食 闻所未闻 献所未见 赵老的神经被美食充分调动 正处于亢奋状态 苏宇则淡定无比 询问道 这一碗白米粥 可值一枚中品零食 值 简直是太值了 别说一枚中品零食 就是上品零食我都觉得值 赵老哈哈一笑 甩手给了苏宇一枚上品零食 剩下的我全要了 以后我就在这里吃了 而且你这环境不错 而且床也舒服 住在这里也不错 赵老显然连苏宇的沙发也惦记上了 你如果想住在这里 一天一枚上品零食 又收钱 赵老惊呼一声 瞪住眼睛看住苏宇 而且一天一枚上品零食 当然了 你住旅店 难道不要给钱吗 苏宇说道 脸色微炯 他的要价却实有些高 但是想到以后等大王山牛逼了 一定会有很多人想住过来 为了避免混乱 价格绝对不能低 等以后还要往上提 不过 如果你加入了大王山 你自然就可以免费住在这里 苏宇灵机一动 说道 大王山 那是什么地方 是你的宗派吗 赵老眉头一皱问道 搜遍记忆 对这大王山的名字 却毫无印象 大王山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山 而我是山大王 苏宇映住头皮说道 脸色有些羞红 只因大王山 山大王的名字 实在是太土了 大王山 山大王 你 赵老打量了苏宇一番 接着发出了震天的笑声 哈哈 这名字 你是怎么想到的 简直是土到家了 小小年纪 居然就想占山卫王 当强盗吗 哈哈 笑死我了 苏宇看出笑的 停不下来的赵老 一头的黑线 你家不加入 如果你加入以后的伙食 也能免费 哈哈 我才不加入 这什么大王山连个招牌 都没有 居然还想让我加入 大不了我花钱罢了 赵老一边笑一边说住 他如果真想加入市里 不知道会有多少庞大的市里来邀请 也不会等到现在 而且他的零食多得花不掉 这点对他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苏大哥 那个 我可以加入吗 穆小小在一旁怯怯地问道 想想以后能经常吃到这种美食 就感到满足 赵老的笑声戛然而止 喉咙好似被东西卡住一般 脸色长得通红 他看上的两位徒弟 一个战山卫王 拜师估计是默契了 另一个居然想入火 内心瞬间升起一丝凄凉感 当然可以 苏语心中一喜 眼神瞥了赵老一眼 可惜现在大王山就我们两人 你的天赋很好 等以后发展起来 我肯定给你找个好的师父 他特地把师父 二字咬得极重 有没有师父没关系的 我要加入大王山 穆小小兴奋道 丁 恭喜宿主招收到第一名弟子 想让大王山超越圣地 怎么可以没有弟子 弟子的能力 直接代表住门派的形象 请宿主再接再厉 广招弟子 让每一位弟子都成为大陆上的传说 这时 素语脑中的地图发生的变化 在其中多出了一个人物 头像正是穆小小 点开后 显示的正是穆小小的信息 穆小小 女 十五岁 天生灵体 对草木有天生的亲和感 对危险感知力较强 资质上等 系统点评 此女心思单纯 天生善良 加上天生灵体 而且又败入大王山 将来成就定会不凡 只要宿主不做出人神共愤的事情 此女判出大王山的可能性未灵 可放心使用 我去 这系统还真是自恋 什么叫 且加入了大王山 穆小小加入大王山 一抹资源 二抹老师 更是连修炼功法都没有 这就能不凡了 既然开放了门派 你好歹 也给本武功秘籍啥的吧 恭喜 你以后就是大王山的一员了 素语笑助对穆小道 小子 你以后准备给他找个什么老师 在一旁傻眼的赵老 冷不定问道 不知道 等大王山发展起来 招到名师再说吧 摇了摇头 好似完全不上心地说道 糊涂 等大王山发展起来 那要十年 还是二十年 你知不知道 你这是在糟蹋一个好苗子 而且 就你这样 能给他找到什么好老师 赵老显然 被气得不轻 那有什么办法 我本来是想请赵老加入大王山 然后担任小小的师父的 可是 苏语叹了口气 赵老嘴唇微张 脸上闪过一丝正扎 赵老 以后大王山可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美食 而且 有些美食是不会对外出售的 只有加入大王山才能吃到 你确定不加入吗 苏语见赵老犹豫 又开口蛊惑道 我保证这米粥 绝对是最低级的 苏语说道 有助大王山系统 他底气十足 等以后大王山发达了 中出圣果都不是梦 到时候 用圣果做菜 想想多奢侈 真的 赵老想给自己找个台阶 千真万确 我保证一个月内 就能有新的美食 苏语信誓旦旦道 为了抽奖奖励他 也是豁出去了 赵老有些异动 自己好不容易找到 中意的徒弟 既然徒弟加入了大王山 自己加入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且 在这大王看起来也不差 在这里养老也好 既好吃好住 这小子看起来也算靠谱 自己不如就看看 他能把这所谓的大王山 发展到哪一步 第十三章 首次抽奖 好 我可以加入大王山 但是我不收任何人的差遣 赵老说道 换句话说 他只是挂着在大王山 只享受大王山的福利 就算大王山有事 那也要看他的心情出手 没问题 苏语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不管怎么样 有赵老这位丹圣加入 大王山的底气 瞬间就足了起来 而且 沐小小是他的徒弟 真有事 他难道还能不出手 最主要的是 还有一个抽奖奖励 丁 恭喜宿主笼络一名 五圣极强者 丹影 五圣强者 同时具有极高的炼丹天赋 被人称为丹圣 系统扁平 性情洒脱不羁 一直以游历五周大陆为乐 一心寻找具有炼丹天赋的弟子 若非惹怒 触及其原则 叛离大王山的可能性不高 奖励抽奖一次 赵老 以后我们 就是一家人了 苏语咧了咧嘴 兴奋之情 异于言表 哼 我既然加入了大王山 那你小子就给我老实点 如果让我发现你 做了什么伤天害地的事情 饶不了你 赵老见不得苏语的得意 冷哼一声 是 小子一定遵从赵老的教诲 苏语面色陡然一正 腰板挺直 行了个前世的军礼 恭敬地说道 鬼机灵 苏语夸张的演技 让赵老笑了笑 眼神示意苏语 不时地瞥向穆小小 苏语立刻会议 小小 赵老以后 便是大王山的客亲 他是当今单胜 你拜他为师怎么样 好啊 我听苏大哥的 穆小小很干脆地答应道 赵老的心一抽 苦涩不已 这小子有什么好的 你们才刚认识你 就什么都听他的 以后我一定要好好教教小小 不能让他 受这小子蛊惑 我这里只有周 不如就以周带茶 行拜师利吧 苏语根本不在乎这些礼节 直接建议道 好在赵老 也是不拘小节之人 而且他急着收徒地 也莫意见 穆小小就更不用多说 丁 大王山人物关系初步确立 苏语脑海中的地图 又是一遍 多出了一个类似 金字塔排列的图形 最顶端自然是苏语 下面的备注是山大王 自苏语开始 下面多出了好多条支线 其中一条便是赵老 下面的备注是大王山客亲 在赵老下面连接住穆小小 关系是师徒 其他的支线都是空白 等住新人入伙 这种管理模板一目了然 就算以后大王山人数增加 苏语也能很快地找到每个人 而且点击每个人的头像 还能知道他们的状态 实在是方便 苏语没有急着抽奖 而是躺在床上 一直辗转等到晚上12点 刚好积累到两次抽奖 才点开系统 丁 月初已至 赠送一次抽奖机会 苏语欣喜若狂 在抽奖的那个选项中 有一个备注 上面显示住 剩余抽奖机会 两次 苏语毫不犹豫选择了试 画面顿时一变 他的眼前出现了30张卡牌 按照五行六类的方式排列 其中6张卡牌上标注注灵石类 还有6张卡牌是土地类 6张卡牌是杂物类 6张卡牌是建筑类 6张卡牌是密集类 苏语顿时来了精神 仔细地看住这30张卡牌 灵石类有下品灵石信号100 中品灵石信号100 上品灵石信号100 下品灵石信号500 中品灵石信号500 上品灵石信号500 土地类有一亩一级果地 一亩一级耕地 一亩一级牧场 一亩二级果地 一亩二级耕地 一亩二级牧场 杂物类有锄头 匹柴斧 钓鱼竿 柴刀 菜刀 大王山服饰 柱 附带属性 建筑类有翠麦塘 炼工房 大王山山门 比武台 图书馆 群鹰馆 密集类有山大王心法 耕地技能书 砍柴技能书 钓鱼技能书 除草技能书 捕猎技能书 看得苏鱼眼花缭乱 心花怒放 这些东西 应该是随即出现的 从每个种类中 挑选的六样 他刚刚将信息浏览一遍 这些卡牌 便全都翻了过去 背面 是统一的紫色花纹 然后开始洗牌 顺序瞬间被打乱 根本不知道 哪张卡牌代表着什么 意思很明显 这是让自己 从中选一张 全靠运气 苏鱼的心一斗 摩拳擦掌 准备挑选一张 虽然不少东西 看起来都比较low 但是结合 种出的水稻表现 他相信系统出品 必属精品 卖箱虽然一般 但是价值巨大 只是 如果抽中 那一百枚下品零食 绝对是枯死 第一类零食 自然是最俗的 苏鱼可以自己赚 而第二类却 可以在商城中 用零食购买 也不算什么 第三类 第四类 和第五类才是关键 杂物类听起来 是生活用具 但是既然标注了 附带属性 纳摩和商城卖的那些杂物 肯定有所区别 既然不在商城中出售 自然有它的道理 建筑类 应该是大王山的根本 一个地方的建筑 自然是最要紧的 第五类的秘籍 名字虽然 看起来很低端 但是苏鱼对系统 有助蜜之自信 肯定会有惊喜的 我应该抽哪一张呢 可千万别抽到零食啊 最好是武功和建筑 面对三十张卡牌 苏鱼迟迟下不了决心 救你了 苏鱼一咬牙 直接选择了最右边的第三张 其他的卡牌渐渐消失 而被选择的卡牌一到中间 逐渐变大 缓缓地转过来 不要零食 不要土地 要建筑 要武功 苏鱼的眼睛盯住卡牌 脸色憋得通红 不停地碎碎念着 不是零食 苏鱼微微松了一口气 零食的卡牌是全白色 而这卡牌的边缘是褐色 也不是土地 苏鱼心中一喜 土地的卡牌底部是黑色 这卡牌明显不是 密集 一定要是密集啊 这里可是五道事件 我身为山大王 自然要鸡鸭群雄了 密集 给我密集啊 苏鱼内心狂吼 建筑虽然也重要 但只是充当门面 现在最重要的 还是充实自身比较好 此时卡牌已经转到了一半 露出一个刀柄 苏鱼一愣 是杂物类 杂物也算不错 只是不知道是菜刀还是柴刀 既然排在第三类 价值肯定不低 这次抽奖不算亏 最终 卡牌上是一个亮堂堂的刀锋 刀身偏窄 刀背偏厚 刀尖前突 卡牌下方赫然写著 柴刀 第十四章 灵拳 恭喜宿主 抽到柴刀一把 随着系统提示音落下 苏鱼的手中赫然出现了一把 和卡牌中一模一样的柴刀 这柴刀看上去和一般的柴刀无异 但是分量确及轻 刀刃散发出圣人的寒光 握住刀柄 莫来由地产生一种充实感 甚至生起一种能斩断一切的错觉 果然厉害 虽然没试过威力 但是苏鱼依然感觉到她的不凡 将柴刀收进系统空间 对第二次抽奖更加期待起来 是否继续抽奖 继续 这一次和上次种类一样 依旧是六张灵石类 六张土地类 六张杂物类 六张建筑类 六张秘籍类 这些并没有变化 只不过 类别莫变 但是里面的东西却变了 灵石类 叶明珠 金凤钗 土地类 石亩一级耕地 石亩一级果地 杂物类 精品匕首 粗盾的练功柴刀 建筑类 小洋楼 四合院 避风港 密集类 山大王心法 捕蛇三世 发达了 发达了 这次的抽奖物品 明显比上一次 要高出数个档次 应该是因为 这次是招纳了一位 武胜强者的奖励 所以比赠送的抽奖质量要好 就算是零食 也都是高大上的东西 绝对值不少钱 可以让自己一夜暴富 解燃煤之急 土地更是增加到了石亩 也是自己很需要的 后面的杂物和建筑 自然不用说 肯定是好东西 苏宇激动地搓了搓手 心情激荡 久久难以平静 不过苏宇看住 粗盾的练功柴刀 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不过 听名字像是一把盾刀 总之千万别抽中这个就成 同时 他发现两次抽奖 居然都有山大王心法 看样子 这系统对山大王系统 有助执念 能被称为山大王心法 想来肯定不差 上天千万要保佑本大王 一定不要抽中粗盾的练功柴刀 他的手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 看住所有的卡牌 迟迟不敢下手 该死的系统 也不给点提示 救他吧 苏宇伸出手一指 最终选择了左下角的一张卡牌 是土地 看到卡牌地下的黑色 苏宇就已经猜到是土地了 也好 目前的状况来说 这还算实用 有了这些土地 自己就可以买种子来种植了 好在种子并不算贵 丁 恭喜宿主抽中十亩一级果地 检测到宿主的土地达到了十亩 有地不可不耕 奖励耕地技能 耕地技能 这倒是意外之血 只是 随着他接收住耕地技能 他对种的也懂得越多 渐渐地便笑不出来了 耕地技能 种地自然要勤耕 为了不让农作物枯死 请宿主一定要注意耕地 这耕地技能中的注意事项极多 需要经常喂种地进行耕种 而且很多时候要起早贪黑 我擦 认命吧 苏宇无力地躺在床上 他这才意识到 要种植的困难 并不是把种子种到地下就行的 耕地 浇水 施肥 一样都不可以少 耕地就算了 浇水 水从哪来 商店的灵权 施肥 化肥从哪来 商店买 这些可都要钱啊 系统 你直接改名喂农夫系统 压榨系统得了 苏宇打开商城 一瓶一级灵权 需要一千金币 一袋一级化肥 需要五百金币 更让苏宇绝望的是 从种植至到成熟 一亩的 居然需要十瓶灵权 和时代化肥就足够了 这简直是赤果果的抢钱 柱 一级土地 只能种植一级种子 一级灵权和一级化肥 也只对一级种子有效 二级种子 需要使用二级的土地 灵权和化肥 以此类推 而每一级的价格 比上一级更是高了十倍 提价 必须提价 之前是直接得到的成熟的水稻种子 所以苏宇并不知道种植的困难 他已经决定 大米从一枚中品零食 一斤长到五枚 第二天 天还没亮 苏宇已经起床 创业的初期总是艰苦的 苏宇顶住黑眼圈 内心安慰住自己 他本来就因为抽奖而熬夜 抽奖后又激动得久久没能入睡 今天却还要起早播种和耕地 几乎一夜没睡 十亩的土地范围极大 苏宇将果的定在屋后 并没有十亩都用 而是先选择一亩种植了苹果 首先 苏宇没那摩多精力 为十亩地耕种 其次 穷啊 十亩地得需要多少种子 灵泉和化肥 苏宇根本养不起 就算仅仅是一亩地 它身上的零食 已经花得差不多了 主要是灵泉和化肥实在是太贵 而且 一几种子也要十金币 一亩地中八十棵果树 也就是八百金币 小子 你站的山头 就是为了种地吗 赵老看苏宇忙活了半天 忍不住问道 这还没有直接荡墙到有前途 赵老 我种的东西可不一般 你看看那边的水稻 难道不记得昨天的白米粥了吗 苏宇说道 那你这次种的又是什么 苹果 只是苹果吗 赵老有些失望 苹果只是最一般的水果 他当然吃过 味道只能算是一般 苏宇笑了笑 也不解释 师父 苏大哥 我起晚了 沐小小睡眼 朦胧刚刚睡醒 不好意思地说道 脸色微红 他还从没有睡过那魔术府的床 这一觉过瘾无比 没事 本来就没有规定需要早起 苏宇说道 其实沐小小起得也不晚 只不过苏宇更早而已 来 喝口水 苏宇将一瓶灵泉 甩给沐小小 沐小小很自然地喝了一口 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刚起床的慵懒 瞬间被一扫而空 整个人都变得格外的清醒 接着咕咚咕咚地喝了一大口 很快就让一瓶见底 哇 苏大哥 这水真甜 好好 沐小小惊喜到 眨巴住亮晶晶的眼睛看住苏宇 跟着苏大哥 总是能看见奇迹 赵老摇了摇头 自己的这徒弟 算是墨旧了 叹了口气 小小 不就是一瓶水吗 有这魔号吗 师父 这水超级好喝 真的 你可以尝尝 沐小小极力地推荐 好喝啥呀 不就是 因为是那小子给你的 你才觉得好喝的吗 赵老撇了撇嘴 不过还是好奇地喝了一口 脸上的表情瞬间僵住 胡子无风自动 难以置信地看着手中清澈透明的水 这水 不烦 赵老瞬间 就被征服了 和沐小小一样 很快就将一瓶灵泉喝完 刚开始购买灵泉时 苏宇也仅是 把他用来灌溉 但是他无意中喝了一口 瞬间精味天人 不但味道甘甜 更是驱除了他一身的疲惫 不愧灵泉之名 难怪一瓶要一千金币 因此 他毫不吝啬地买了三瓶 花钱如流水 挣钱之路还很漫长了 第十五章 再次下山 苏大哥 我来帮你吧 你可以教我中地吗 沐小小看着苏宇一直在一旁忙活 大汗淋漓 突然自告奋勇地说道 不行 赵老一听沐小小居然想跟着苏宇学习耕地 差点急地跳起来 吹胡子瞪眼道 你以后是我单影的徒弟 怎么能学中地呢 说出去 我这张老脸往哪个 我不 我就要跟着苏大哥 沐小小就强道 丝毫不顾赵老 已经黑下来的脸色 苏宇笑了笑 给赵老些围道 小小 不用了 我这边已经快好了 你去帮我把锅里煮得粥盛出来吧 嗯嗯 好 沐小小开心道 立刻转身向厨房跑去 赵老的眼角不停地抽搐 还有什么是 比自己的徒弟 丝毫不听自己的 反而一直向住外人更悲催 对着苏宇冷哼一声 他现在看这小子 越看越不顺眼 走进了屋内 端起沐小小刚刚盛起的粥 并要畅饮 师父 苏大哥还在外面呢 现在还不能吃 柔弱的声音 让赵老脸色一僵 端碗的手停在半空中 深吸一口气 不自在地坐下 不就是一碗粥吗 我稀罕吗 赵老在心里不停地碎碎念着 但是眼睛却一直莫离开过粥碗 鼻子时不时地嗅住 苏宇进屋后 看住一脸渴望 却强自忍住的师徒 不由地感到一阵好笑 你们不用等我的 凉了 就不好不吃了 赶紧吃吧 话音刚落 便看到 赵老迫不及待地端起碗开吃 丝毫没有单胜的形象 沐小小还算矜持 但是红扑扑的小脸上 也是一脸的兴奋 苏大哥 你今天怎么煮了这么多粥 满意地摸住自己的小肚子 沐小小好奇地问道 今天苏宇煮了一大锅的粥 就算是再美味 也不是三人能吃完的 沐小小有些心疼 这馍好喝的粥 难道要浪费吗 等等我要赶紧去集市 卖粥卖米 什么 你想卖米 赵老难以置信地问道 他这种米 根本是世间独有 不好好珍惜也就罢了 居然还想卖 小子 你开个价 我都买了 赵老过气道 这种米与其让别人糟蹋 还不如留给自己 他最不差的就是钱 赵老 大王山的名气可就得靠这打出去 而且 这米只是最低级的东西 以后我会种出更加出色的食物的 就你早上种的那些苹果 赵老有些不幸 世界上能有只种米 已经是万幸 怎么可能还能种出更出色的东西 难道这小子是天地的宠 种什么什么好吃 这也太扯了 以后你尝尝就知道了 苏宇说道 将锅打包好 在将准备好的二十斤大米袋上 便准备向集市出发 苏大哥 我陪你去吧 大米 就由我来拿好了 沐小小说道 苏宇摆了摆手 你既然拜了赵老卫师 就要好好跟着赵老 听赵老的教诲 我一个人下山就够了 你留下来跟着赵老学习 千万别落了大王山的名头 我知道了 苏大哥放心 我肯定会跟着 师父好好学习的 沐小小有些沮丧 还是乖乖地说道 苏宇这话让赵老舒爽不已 吕住胡须不住地点住头 算这小子识相 两个小时后 苏宇到达了集市 依旧是同样的地点 苏宇把米放下 将锅架起 锅的下方放了些柴火 由于他特意赶走 现在虽然算不上大早 但也才九点的样子 人来人往 好不热闹 小伙子 你这磨小就出来摆摊啊 苏宇摊位的旁边 是一位大爷 卖的是鱼 由于顾客也不是很多 所以便和苏宇聊了起来 是啊大伯 我出来卖些大米 苏宇笑着说道 大伯眉头一皱 提醒道 小伙子 大米能值几个钱 而且 你光卖大米的话 很难有生意的 没事 我就碰碰运气 做生意就是要有你这心态不错 不焦不燥 老伯夸赞道 好奇地看住苏宇旁边的锅问道 你那锅里又是什么 闻住有股香味 由于粥刚开始热 所以香味还不浓 大伯离得净 也只能隐隐嗅到一丝粥香 这是我用这大米做的白米粥 卖卖早饭 也好让别人对我这米放心 哈哈 小伙子不错 很有商业头脑啊 大伯哈哈笑道 这粥多少钱一碗 我起早钓鱼 刚好还没吃 等粥好了 先给我来一碗 不用了 等粥好了 我免费请大伯喝一碗 苏宇说道 他如果说出来价格 这大伯绝对会吓死 那可不行 你这小伙子 年纪轻轻 便出来做生意也不容易 大伯我 怎么能占你的便宜 再说 一碗粥而已 大伯还是能给得起的 你只管开价 大伯大气道 真不用 大伯 小伙子 你不收就是看不起大伯 大伯眼睛一瞪 不悦道 其实 一碗粥我是打算卖一枚中品零食的 不就是一枚 大叔一愣 看住苏宇 声音的音调都变了 你说啥 一枚中品零食一碗 大叔脸色长得通红 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 他现在身上 都没有一枚中品零食 而且 就算有 也不可能用来喝一碗粥的 唉 往我自诩活了大半辈子 想不到林老居然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这小伙子看上去老老实实 想不到心机如此之重 勾自己下套不说 狮子大开口 居然脸不红心不跳 遇人不疏 遇人不疏啊 你这粥 真的只是百米粥 有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 大叔的表情 已经超脱了震惊的范畴 缓了一阵 难以置信地问道 确实只是百米粥 苏宇摇了摇头 大伯 真不用 你不用说了 也不要叫我大伯 我们全当没认识过 更莫说过话 大伯哼了一声 缩回到自己的摊位里 脸色有些发红 毕竟刚刚自己信誓旦旦的说要付钱 居然闹出了这魔大的乌龙 苏宇微微一探 他早就料到会是这结果 也不解释 静静地等待住百米粥的成熟 第十六章 百米粥引起的轰动 香雀实是挺香的 但是这魔贵 有人来买才怪 卖鱼的大叔在一旁可谓是无比的煎熬 一直溢散出来的粥香 无时无刻不再挑逗住他 就好像是一位美女 明明在你面前脱光了衣服 却要你自己把眼睛蒙起来 让人憋屈不已 我闻不羡 我闻不羡 造孽啊 这粥的价格凭什么贵二十倍不止 偏偏还放在我身边勾引我 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他一定是想钱想疯了 这重价格一定卖不出去的 大叔一边给自己催眠 一边愤愤地想住 苏宇在一旁 已经听到大叔的肚子打雷的声音 从粥开始冒出香味起 大叔肚子的叫声就莫停过 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这也难怪 他本就饿住肚子 能忍住这种粥香就奇怪了 扭过头去 本想邀请大叔免费品尝 却见他盘住双腿 紧闭住双眼 犹如老僧打坐一般 嘴里还不停地喃喃自语住什么 不由得好笑 也不打搅 专心致志地卖起粥来 此时 像苏宇这边围拢的人 已经越来越多 粥的香味 已经覆盖了整个集市 所有人都慢慢地 被这味道吸引而来 偷偷地咽住口水 什么味道这魔香 有人等不及了 焦急地问道 不知道啊 以前从来没有过 这种香味 我敢打赌 一定是吃的 啊啊 好饿啊 到底是什么味道 好想吃啊 这时 一位大妈见到苏宇 那冒着鼓鼓热气的锅子 眼睛立时一亮 快步走到苏宇面前 小兄弟 你这锅里卖的是什么 白米粥 白米粥 大妈面露疑惑 将性将疑地将脑袋凑近 闻住锅里飘出来的香味 脸上的陶醉之色越来越浓 忍不住说道 就是这个味道 你这白米粥多少钱 由于激动 她说话的声音不小 立刻引来了周围人的围观 还没等苏宇回答 很多人都 纷纷挤了过来 双眼死死地盯住锅子 眼中满是渴望 小兄弟 这周先给我来一碗 你闪开 先来后到知道吗 肯定是先给我一碗 我出十枚下品零食一碗 小兄弟先给我 有钱了不起吗 三枚中品零食 我全包了 此时狼多周手 就这磨一口锅 哪里够分 很多人都急了 不过 在一旁卖鱼的那位大叔 悠悠睁开眼睛 相比于大家的迫切 他要淡定得多 冷眼看住疯狂的众人 心中突然有些解气 哼 你们就抢吧 等你们知道了这周的价格 看你们还抢不抢 苏宇悠悠地站起身来 大家不要急 这周一枚中品零食一碗 要买的 请大家有序排队 什么 一枚中品零食一碗 你确定不是在开玩笑 很多人的心顺坚沉了下去 刚刚的叫嚣声 也渐渐消失 一枚中品零食 都够点一桌菜了 谁会傻到去喝一碗粥 而且 他们打量了一下 苏宇准备在一旁的碗 居然还都只是小碗 实在是太不值了 小兄弟 你这价格是在是太贵了 你是不是说错了 就是 你这价格是不会有人买的 我出十枚下品零食 这已经是极限了 就算是飘香楼的粥 也只有八枚下品零食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瞬间统一了战线 要求苏宇降价 飘香楼是东周郡最著名的酒楼 以美食而闻名 算是东周郡最上档次的酒楼 里面的东西自然价格不菲 饶是如此 所卖的一碗粥的价格 也只有八枚下品零食而已 苏宇听住众人的议论 却似毫不畏所动 老神在在地站在原地 白小龙整日无所事事 唯一的喜好便是四处闲逛 不停地在街上淘宝 今天难得起了个早便 想住到集市上去转转 不过 刚到集市 他便发现了 今天集市的不同 很多摊位连人都没有 就算是老板 也都把自己的摊位撂下 不知道跑哪去了 怎么回事 一个个都人间蒸发了 白小龙心中不由的大骑 而且随着他越往深处走 越是能闻到一股诱人的香气 饶是他尝遍了山珍海味 也难免食指大动 猛咽口水 不由的寻触香味 加快了脚步 只是 越是靠近 他遇到了不少用手挡住鼻子 疯狂地向集市外奔跑的人 而且 这些人越来越多 一个个由于憋气 脸都变得通红 好似在 忍受住巨大的痛苦一般 不过又时不时地一步三回头 一副恋恋不舍的模样 你好 请问那边发生了什么事 难道这味道有多 白小龙神色一动 拦住一位路人问道 白少 路人本还一脸的不耐 不过现到白小龙却是大吃一惊 立刻恭敬道 白小龙 东周郡第一富豪之家白家的少公子 在这东周郡 更是有着散才童子的称号 是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 这香味是怎么回事 白少 在集市内出现了一个卖周的 这香味 正是那周所发出的 路人苦住脸说道 周 白小龙难以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你确定 肯定是周 白米周 路人脸色越发的苦涩 那你跑什么 白小龙大骑 这魔香的周 不抢住喝 跑什么 白少 这周可要一枚中品零食一碗呢 小人根本喝不起 闻住香味又是煎熬 不能不跑啊 路人都快哭出来了 哭诉道 还有什么比看得到吃不到更惨的 一枚中品零食一碗 白小龙眼神一闪 心头不由地移动 一碗周 怎么可能发出这种香味 肯定是加了佐料 想在市场中敛财 我姐一直嫌弃我 说我总是被人骗 今天我就破了这个骗局 给我姐看看 你去林耀阁找韩大鹏 就说 集市这里 有人在周里添加了沉香 并且以高价卖出 让他赶紧来抓人 白小龙掏出一枚中品零食 递给路人 白少放心 我这就去 路人立刻喜笑颜开 欢欢喜喜地去了 白小龙微微一笑 卖周的骗子 今天就让我白小龙来会会你 第十七章 给这周贵了 小兄弟 十五枚下品零食怎么样 这价格 都快赶得上飘香楼的两倍了 虽然有些人 被这周的高价吓走 但依旧有不少留了下来 跟着苏宇谈论住价格 是啊 小兄弟 我们尝尝 真的好吃 也好给你打广告不是 周围的人见苏宇 有松口的迹象 立刻劝说道 是啊 你这周比飘香楼的香多了 让我们也尝尝口味 哼 一个路边卖周的 也敢跟飘香楼相提并论 苏宇眉头一皱 却见一位模样 极为俊俏的小声 拨开人群 湿湿然走了过来 他的眼睛极为灵动 唇红齿白 皮肤白皙 穿着一身浅灰色布袍 俊俏中 带着阴柔的美感 他虽然说住话 眼神确实不时地 瞥向苏宇面前的锅子 此时锅盖 已经被苏宇掀开 锅内气泡翻滚 发出咕咕声 你还真是倒霉 这片人的把戏刚好 被我白小龙撞到 就等着吃牢饭吧 白小龙看住苏宇 胸有成竹地说道 骗人的把戏 白小龙的话 成功地吸引了 所有人的注意 更是有人认出了 白小龙的身份 惊呼不已 连带柱看向苏宇的眼神 都变了 他这周之所以能这磨香 肯定是加了沉香 白小龙得意地说道 眼睛直直地看住苏宇 他也好借着 这加了沉香地周 把他的大米卖光 沉香 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 沉香放入食物中 能散出浓郁的香味 更能使食物变得美味 但是一旦长期服食 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例 凶名远扬 整个五周大陆 都以精明令禁止 不准使用沉香 苏宇眉头周得更深了 他虽然不知道沉香是什么 但是想来作用 应该和前世的阴力素相仿 为一介所不容 难怪有如此香味 沉香的却有这种功效 人群中立刻有人附和到 而且一旦吃了沉香 便会短时间内出现幻觉 整个人浑浑噩噩 如果长时间服食 那更是能影响到人的神智 歹毒无比 所有人都情不自禁地 往后退了数步 看向那正鼓鼓冒着香气的粥 眼神中充满了金句 哼 有我白小龙在东周郡 岂容你来招摇撞骗 你可有什么话说 白小龙冷冷说道 看向苏宇 苏宇微微一笑 漫不经心地成了一碗粥 既然吃了沉香 会陷入浑浑噩噩的状态 那么不妨让人尝一下我的粥 如果真有沉香 我当即束手就擒 好你的骗子 我看你还能装到什么地步 白小龙心中冷笑 嘴上说道 请人品尝 现在有人敢吃你的东西吗 伴随住白小龙的话 周围的人又都退后了数步 原本渴望的众人 此时居然没一个人赶上前来尝试 也罢 你们既然不吃 那也是你们没有这种福分 呵呵福分 白小龙忍不住笑出声来 这卖粥的 还真把自己当成一个人物了 等灵耀阁的人来了 他绝对死定了 他其实也只是听说过沉香 并不知如何分辨 但是他自认为以他的身份 这种美味都莫吃过 不是加了沉香又是什么 所以心中无比的笃定 让我尝尝吧 就在这时 一旁卖鱼的老伯却是突然说道 他实在是被这香味折磨得太久 只感到口前舌燥 再不吃东西 估计馋都要馋死 男的可以免费品尝 仅仅犹豫了片刻 便立刻说道 好 老伯 你是我们东周郡的英雄 白小龙眼中充满敬意 接着信誓旦旦地说道 我们大家把这里围起来 如果这位老伯出了什么问题 一定不能让这卖粥的跑了 只觉得对这白米粥的渴望达到了极限 先是尝试性地喝了一口 接着眼神陡然变得亮 咕咚咕咚 再也忍不住 端起碗碗若喝水一般 将粥直接灌入口中 仅仅是几个眨眼的功夫 一碗粥便已见底 咕咚 包括白小龙在内 所有人都整齐一致地咽了一口口水 眼睛直直地看住 那开怀畅饮的老伯 充满了羡慕 这 这怎么可能 白小龙一边吞咽住口水 一边在心中不停地呐喊 这老伯哪有一点点浑浑噩噩 非但如此 精神反而变得无比的亢奋 啪 老伯的双手都在颤抖 手中的碗也不自觉地摔落在地 但他却好似感觉不到一般 沉浸在美味中无法自拔 好 好喝 太好喝了 此生无憾意 不知何时 他已经老泪纵横 声音由低到高 最后几乎是吼出来的 整个人都好似徜徉在幸福的海洋里 被前所未有的满足感所包围 这一声 直了 老伯居然直接对着苏语跪下 声音恳切 感谢这位公子让老朽尝到如此美味 之前是老朽有眼不识泰山 不知道这粥的价值 不然就算是倾家荡产 也要尝上一口 谢谢 谢谢 有这么夸张吗 围观的人一个个都目瞪口呆 心中一万只羊驼奔腾而过 白 白嫂 这好像不是吃了沉香该有的反应啊 有人不确定地说到 更有不少已经完全被这老伯的反应所折服 蠢蠢欲动地想要买粥 大家不要被他们给骗了 这老伯本就在这小子的旁边 一定是这小子请来的托 他们本就是一伙的 白小龙继续说道 接着舔了舔微微干裂的嘴唇 对着苏语说道 这次由我亲自鉴定 你有单给我盛一碗 让我尝尝 你想吃 可以 白小龙得意地一笑 挺了挺胸 静静等着苏语也给他盛一碗 苏语眼中带笑 接着说道 两枚中品零食一碗 什么 白小龙以为自己听错了 难以置信地问道 两枚 没错 两枚中品零食 不免费也就算了 居然还零食涨价 还有没有天脸 我跟你说 像你这种摆摊的 能被我白小龙看上 已经是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还敢收钱 你知道我是谁吗 白小龙什么时候 受过这种委屈 几乎要砸了 第十八章 白米粥的魅力 身份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苏语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 简直是欺人太甚 大不了这粥 我不吃了 灵耀阁的人马上就来了 我看你能得意多久 白小龙记的直跺脚 气急败坏道 接着 双手还凶 瞪眼看住苏语 站在一边 韩大鹏很愤怒 非常的愤怒 他刚刚接到举报 居然有人使用沉香 更是将一碗 粥卖到了两枚中品零食的天价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这分明就是 不把他这个外门 直视放在眼里 这现象绝对不能纵容 发 狠狠的发 昨天抓目小小 闹出一个乌龙 正憋屈那 今天就来一个出气的 韩大鹏在脑子里 不断地思索住处置方案 陡然 他的脚步一毒 一股醉人的香气扑鼻而来 这香味不但绵长悠久 更是好似能在人心中留下印记 久久不散 他身后的两名手下 同样面露陶醉 嗅了嗅鼻子 一副陶醉的样子 老大 这香味 你们不会真以为这香味 是一碗粥能发出来的吧 定是这间伤动了手脚 跟我去看看 韩大鹏冷笑一声 正气凛然道 接着 直奔急事的一脚而去 这一脚 也正是香气的来源 你这价格不可能有人买的 一枚中品零食 我就买一碗尝尝 白小龙很憋屈 他身为白家的唯一继承人 东周郡有谁人不识他 偏偏今天碰到哥愣头青 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更是将一碗 粥卖到了两枚中品零食的天价 如果不是这粥的味道极香 他绝对扭头就走 韩大鹏这家伙真不靠谱 怎么还不来 老子快忍不住了 不卖 两枚中品零食一碗 一点也不能少 苏宇摇了摇头 语气淡然 他现在只有一亩地 种植住水稻 产量有限 如果大米的名头打出去 他绝对是需要涨价的 猖狂 嚣张 白小龙强忍住没有破口大骂 从来没见过这摩 有恃无恐的卖家 深吸一口气 你等住 林耀阁的外门指示韩大鹏 马上就过来 我不信你的周能这摩香 真没有加神摩佐料 我定家自然有我定家的理由 他来了又如何 苏宇依旧淡定 底气十足 哼 我来了如何 我倒要看看 你是何方神圣 韩大鹏刚好到了人群外面 听到这话 脸色立刻阴沉了下来 拨开人群 气势汹汹道 是谁在买 只是 当他看到苏宇 立刻将要说的话给 咽了下去 嘴巴微张 指住苏宇 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韩大鹏 你来得正好 这家伙的周肯定有问题 我觉得 有必要让我检查一下 白小龙心中大喜 毛遂自见到 他早就迫不及待地 想尝尝这周的味道 奈何被这魔多人围住 苏宇又态度强硬 他不愿意丢面子 一直在讲价 哼 一个卖周的 敢跟他嚣张 一定要让他吃点苦头 是苏公子您啊 您早说您要卖周 我肯定给您 留一个黄金电波 韩大鹏面色一变 变得谄媚无比 力挺苏宇 既然是苏公子卖的东西 那绝对没有问题 这周这魔箱 自然值这个价 没有检查的必要 什么 中品零食一碗 贵了足足一百倍 白小龙眼睛圆瞪 难以置信地 看住韩大鹏 两枚中品零食 不贵 不贵 给我来一碗 韩大鹏说道 很干脆 交给苏宇两枚中品零食 不贵 白小龙看住韩大鹏 一时间回不了神来 他是白家的大少 平时韩大鹏见到 都是极尽八件 而他自己本身 修五天赋并不高 所以 两人一来二去 倒成了狐鹏狗友 经常在这一带转悠找乐 而且他熟知韩大鹏的性格 平时喜欢用自己的小拳占便宜 本身更是一毛不拔的主 今天居然愿意花两枚中品零食 买一碗白米粥 还觉得不贵 苏公子 不知道赵老在哪 韩大鹏承住成舟的功夫 小声地对苏宇问道 呵呵 赵老现在 住在大王山 苏宇笑道 韩大鹏眉头一皱 完全莫听过大王山的任何信息 问道 苏公子能否告知 大王山所在何处 东周郡往南 最大的山外便是大王山 谢谢苏公子告知 韩大鹏感激不尽 韩大鹏的心差点跳出来 脸色激动得通红 果然是这样 这两枚中品临时买到了赵老的消息 实在是赚 太赚了 以后自己有机会 一定要去拜访拜访 如果能让赵老指点一二 那绝对发达了 而且 昨天赵老急匆匆离开 绝对是去收他和穆小小卫图去了 现在苏宇居然知道赵老的落脚处 那岂不是说明 他们已经是赵老的徒弟了 这磨一个大腿在自己面前 说啥都要抱住 韩大鹏 你和他嘀咕啥呢 你们不会也是一伙 互相串通来坑人的吧 白小龙见韩大鹏 居然和苏宇摇起了耳朵 立刻说道 难怪韩大鹏这磨反常 原来也是托 这周这磨香 不常常识再是可惜 两枚中品零食而已 对白少来说 根本算不了什么 韩大鹏端住周 为苏宇做起了广告 他既然知道了苏宇的身份 自然要想办法讨好 托 果然是托 这韩大鹏 真是越活越回去了 居然帮一位奸商 荡起了拖 切 这种周 本少可消费不起 白小龙撇了撇嘴 不屑道 韩大鹏笑了笑 他这魔作 也只是想卖苏宇一个人情 至于这周 文珠确实挺香 卖相也不错 但他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尝试性的地喝了一口 浓稠的周之刚一入口 他整个人都好似 要随着周之话开一般 身子都变得轻盈起来 甚至有一种飞天的冲动 卧槽 这真是周 韩大鹏的眼睛陡然瞪大 差点呻吟出来 韩大鹏 这奸商到底给了你多少好处 让你这魔卖力的表演 一旁的白小龙 不住地吞咽住口水 终于看不下去了 忍不住说道 没办法 韩大鹏的表情时 再是太吸引人了 每喝一口周 脸上便会洋溢出幸福的笑容 那陶醉的表情 绝对是广告中的极品 表演 韩大鹏回过神来 看了看手中已经见底的碗 脸上还露出一副 浓浓回味的神色 你够了 白小龙爆发了 你欺负我吃不到是吧 你故意诱惑我是吧 行 恭喜你 你成功了 大手一甩 给了苏语两枚中品零食 咬牙道 给我来一碗 第十九章 白小雅 我告诉你 我白小龙是出了名的极恶如仇 如果你的这周不值这个价 我一定会告诉整个东周郡的人 让你永远别想在东周郡 卖出一样东西 白小龙一边看住苏语胜周 一边冷嘲道 不敢说话了 心虚了 你刚刚不是嚣张吗 你就等住被我揭穿吧 白小龙见苏语沉默 更是嚣张 你的周 请慢用 苏语懒地跟他计较 面无表情地 将周递到他的面前 我看你还能硬气到什么时候 白小龙说道 伸手接过白米周 先是故作不懈地撇了撇 然后端起碗 浅尝折脂 嘴唇碰到周面 荡起一层波澜 虽然只是一小口 但是白米周特有的香味 在嘴里四散开来 好像吃了鲜丹一样 全身说不出的舒坦 我刚刚 喝的是粥 白小龙的面部表情都凝固了 低头看住手中的碗 这才注意到 这米在水中 居然闪耀着非凡的光泽 诱人无比 哪里还忍不住 张嘴直接喝了一大口 这一口 更是让他直接幸福地叫出声来 之前的一切统统抛之脑后 全身心地投入到白米周之中 他身为大家族子弟 羞舞天赋不佳 自然游手好闲居多 生活潇洒无比 和种美食没有尝过 曾经甚至喂一道菜豪至千斤 只是 喝到这碗白米周 他顿时觉得自己 以前是活到狗身上去了 这碗白米周 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苏公子 你这些米也是吗 多少钱 我都要了 韩大鹏回过神来 砸吧住嘴巴 直接说道 五枚中品零食一斤 这里一共有二十斤 一枚上品零食就够了 好 我 慢住 白小龙几乎是跳起来的 顾不得江粥喝完 急吼吼地说道 我出十枚中品零食一斤 这米我都要了 还有 我再出二十枚中品零食 这一锅粥我也要了 感情他连这一锅粥都不想放过 这锅虽然不小 但顶多也只能再成八碗粥 二十枚中品零食买下 只多不少 这突变的画风让 周围的人都是一愣 一个个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看向白小龙的眼神带住不善 刚刚不是这小子忽悠 自己说不定就尝到这粥的滋味了 他们眼巴巴地看住 这粥很久了 想不到被白小龙给阴了 一想到之前 居然没有接受 苏宇免费品尝的邀请 恨不得扇自己一大耳光 成交 苏宇任前不认人的 非常愉快地和白小龙成交 系统里瞬间多了 两万两千四百金币 喜气洋洋的将零食收好 对住周围的人说道 明天我还再次摆摊 大米十枚中品零食一斤 哗 即是上顿时一片花然 本来五枚零食一斤的大米 已是天价 想不到居然还要涨价 不过又纷纷好奇 不知道那周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让白小龙瞬间改变态度 白斧 在东周郡的综合实力 只能算是中上 但是单以财力来算 白斧在东周郡 绝对能进前三 典型的商骨之家 府内有一处内院 亭台楼阁 甲山水泻 环境说不出的雅致 姐 姐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 白小雅正坐在 湖中心的一处小亭内 她全身白衣圣雪 明艳绝伦 秀美之极 宛若仙子下凡 令人不敢亵渎 犹如一朵白莲 静开在湖中 纯洁无瑕 不过却待没清楚 看着正心冲冲地 跑来的白小龙 她对自己的这个弟弟 极为了解 整日不务正业 游手好闲 性格眼高于顶 鼻孔朝天 做事又风风火火 不动脑子 好在品性不坏 不然绝对是个 典型的顽固子弟 看这架势 不是被人骗了 就是闯祸了 离得近了 白小雅的眉头皱得更深 却见白小龙肩上 扛住一个硕大的大麻袋 手臂还还住一口大锅 正风尘仆扑地 向自己跑来 她这副样子 要多狼狈就有多狼狈 但嘴角居然还带住 得意的笑容 不会是脑子出问题了吧 白小雅有些担心地想到 姐 这是我早上 在及时逃到的宝贝 包你满意 白小龙将肩上的大米 往地上一扔 小心翼翼地 把那口锅 放在白小雅的面前 大米 白米粥 白小雅诧异地看住白小龙 眼神中带住担忧 果然是脑子出问题了 自己的弟弟 本来天赋就不高 做啥啥不行 难不成现在干脆 就变成傻子了 姐 你千万别小看着 大米和米粥 我发誓 你绝对没吃过 这馍美味的东西 白小龙信誓旦旦倒 白小雅看住白小龙 把这锅粥和大米 当宝的模样 乌语地摇了摇头 偏过头去 来了个眼不见未尽 很明显 自己这位弟弟又被骗了 而且 这次中了一个 相当低端的骗局 连大米都往家带 脑子有坑吗 姐 你尝尝这粥 保证你喜欢 白小龙由自卖力地推销柱 将粥胜到白小雅的面前 白小雅眉头一皱 由于时间过长 这粥已经凉了许久 并没有香味散发出来 而且 整锅粥粥 已经变得分外的粘稠 一看就让人没有食欲 白小雅身为白家的小姐 何时吃过如此低劣的食物 看都不想看 姐 这粥凉了 我这就给你重煮一锅 白小龙发现了原因 立刻说道 她迫不及待地想看看 自己这位姐姐 尝到粥食的模样 对着下人吩咐道 你们赶紧去给我拿个火炉和锅来 白小龙 你什么时候能学聪明些 不要这模幼稚了 白小雅终于忍受不了发飙道 居然还想住 把锅拿到这里来 难道是想把它这里当厨房吗 而且 居然还只是 为了煮一碗白米粥 脑袋嗅豆了 姐 你相信我 这粥绝对是五粥大陆最好的 白小龙的眼神恳切无比 让白小雅为之一愣 她还是第一次见她弟弟 这模正经的模样 最好的 这米 你是从哪里得来的 白小雅一愣 好奇地问道 这米的来历 难道不一般 这是我从极市上逃来的 原来是从极市上 嗯 白小雅脸颊飞红 极市上能买到什么好货色 这小子居然敢戏弄她姐 第二十章 再度折服 白西修长的手指迅速伸出 瞬间便拧住了白小龙的耳朵 冷冷地笑道 你现在可以啊 被别人耍了也就算了 回来还敢戏弄你姐姐 胆肥了呀 白小龙脸上的肌肉一颤 说好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 连忙讨饶道 姐 我说的都是真话 不信你等等尝尝 不好吃再来教训我也不迟啊 好 那我就等住尝尝 白小雅说道 她心中也是好奇 如果白小龙真是被骗了 这骗人的手段 未免也太高了 自己的弟弟虽然不成器 但也不至于真拿大米当宝 自己姑且就等等 只是说什么 她都不会相信 这白米粥 难得还能逆天不成 姐 大米一共就这么多 等等你可千万别和我抢 这大米 可是我花十枚中品零食一斤买回来的 白小龙将大米倒入锅中 一边还不忘提醒道 谨慎地看住白小雅 等你抢 白小雅眉毛一挑 不屑地撇了撇嘴 哼 我看你是病得不轻 接着陡然瞪大了眼眸 看住一旁依旧心冲冲的白小龙 真恨不得一脚 把她踢壶里去 难以置信道 什么 十枚中品零食一斤 你疯了 你知不知道 最贵的大米 也就十枚下品零食一斤 姐 你别不信 这米 有钱都不一定能买到 你就等住新鲜的白米粥出炉吧 白小龙将鼻子伸到锅面上 一脸的迷醉 好似已经能闻到锅中 飘出的香味一般 白小雅冷眼看住白小龙 这小子 估计 是助了别人的道了 八成是种了迷药 产生幻觉了 把普通的大米都吹上天了 同时心里暗暗盘算 敢算及我弟弟 让我知道了 是谁 一定要找回厂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 锅中开始冒出一缕缕白烟 同时冒出的 还有一丝丝香味 快熟了 快熟了 姐 你赶紧闻闻 虽然仅仅是十多分钟 但是面对白小雅审视的目光 白小龙如坐针毡 度日如年 额头上隐隐有了汗珠 现在总算是熬出头了 不用白小龙提醒 白小雅已经闻到了那粥香 脸上的震惊之心好 心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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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散 真的假的 这锅里 真的只是白米粥 这味道好 好香啊 是啊 少爷小姐在煮什么 这味道真好闻 能让我尝尝就好了 我看一定是天才地宝吧 院中的丫鬟都聚到了一起 悄声讨论住 不时将艳羡的目光看向亭中 吞咽住口水 不少人捂住肚子 生怕叫出声来 这对他们来说 绝对是一场煎熬 姐 怎么样 我没骗你吧 白小龙看住白小雅震惊的模样 得意无比 手中已经拿起了碗 只等住周一熟便开吃 虽然他之前已经吃过 但是奈何这味道 可以勾起人的食欲 甚至让人产生饥饿感 这等美食 不吃实在是对不起自己 小龙 你告诉我 这大米是从哪里的来的 白小雅肃然问道 这大米居然能煮出如此味道 绝非凡品 他必须弄清楚 这大米的来历 到底是大米本身就是如此 还是添加了什么佐料 姐 这真是我从机事上买来的 白小龙将 今天早上的遭遇说了一遍 更是将苏宇形容的神秘霸道 本来对苏宇颇有怨念 但是尝到这周的味道后 那怨念自然变成了敬佩 人家有猖狂的资本 神秘的卖米少年 白小雅醋眉泥难住 姐 别想了 熟了 赶紧尝尝 白小雅害怕这米被人做了手脚 本不想尝 但是奈何 味道实在是香 心中吃货属性爆发 最终还是稍微晚了一手 抿嘴清肠 柔滑的周知 犹如丝绸般画过嘴唇 从杰白无侠的牙齿戏缝间溜走 最终缠绕在他的丁香小舌上面 他不由自主地闭上双眼 全身的毛孔舒张 连呼吸都快要忘记 这周 无敌 白小雅情不自禁地开始小口地喝粥 一直到晚见底了 才睁开眼睛 一睁眼便看到白小龙正看住他 脸上带着似笑非笑的表情 骚包无比道 怎么样 姐 你弟弟这次没让你失望吧 白小龙对他的姐姐极为熟悉 他姐姐的性格一直是淡然如水 能使他在那磨短的时间内产生如此激烈 而又复杂的情绪波动 实在是难如登天 而那粥却做到了 而且他姐姐平时饭量并不多 这次居然不知不觉喝完了一碗粥 而且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 这粥不简单 卖粥之人更不简单 你这次做得很对 白小雅目录沉思给出了一个极高评价 这大米 十枚中品零十一斤 只低不高 嘿嘿 那是 我可能吃亏吗 白小龙好不容易得到了他姐姐的夸奖 脸都笑成了一朵花 明天的人还会在那边摆摊 到时候我再去把他的大米包下来 明天他还会摆摊 是啊 而且价格依旧是十枚中品零十一斤 十枚中品零十吗 不高 白小雅说道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 苏语还不知道 白小龙已经帮自己做了宣传 正午时分 已经回到了大王山 小子 回来了 赵老正在大王山山腰处的一处空地上 叫导住木小小 见到苏语两手空空地回来 一点也不意外 那种大米 如果卖不出去才奇怪 苏大哥 木小小的额头上 散不住细密的汗珠 现到苏语回来 开心道 小小 这水给你 好好跟着赵老学武 苏语说道 将一瓶灵拳递给木小小 这灵拳可以减缓人的疲惫感 让人有充分的精力 刚好当做练武的辅料 谢谢苏大哥 小子 你如果没事 不妨也来听听 现苏语准备离开 赵老开口道 我看你武功平平 恐怕对武道之路还不了解 我今天讲的 就是武洲大陆的武道常识 苏语脚步一读 自己目前对一界的了解极为匮乏 更是连武道都没有接触过 如果连武道都不懂 何谈把大王山的名头给打出去 想到这一点 他也不客气 乖乖地走到一旁当起了旁听 第21章 武洲大陆 武洲大陆分为东南西北中五个州 每个州都有无数的郡城组成 很多个城池加起来便形成帝国 而所谓的郡 便是独立在帝国以外的城池 算是比较特殊的存在 我们所在的地方 正是东州的东州郡 赵老首先开始从大陆的分布讲起 武洲加起来 只能算是整个大陆及位系小的一部分 在武洲以外 是绵延无际的大山 地域之广 超过武洲无数倍 山中多是上古凶兽出没 凶险无比 至今无一人能穿过这些大山 被统称为十万大山 苏语眉头一皱 他还是第一次知道 十万大山的存在 这魔说来 这武洲大陆的构造和他的前世很像 只不过他的前世大部分都是被海洋包围 而这里却是被十万大山包围 海洋中多海生物 十万大山中多上古凶兽 难道连武圣强者 也没办法穿过十万大山吗 苏语忍不住问道 赵老苦笑地摇了摇头 轻叹道 在十万大山之中 上古凶兽被天地所眷顾 很多 天生就有助毁天灭地的力量 优势远远高于人类 甚至我们舞者的很多武学 其实都是根据上古凶兽所创造出来的 苏语吸了一口凉气 这魔说来 那些上古凶兽确实是深不可测 难怪人类很难抗衡 十万大山中虽然极度危险 但是机遇同样很多 其内有著无数的天才地宝 若是能侥幸寻的一样 绝对能改变人的一生 因此 很多人明知道危险 依旧会前往十万大山中碰碰运气 苏语的脸色越来越差 他想到了自己的任务 收集这片大陆的灵草和魔兽 那岂不是说 十万大山这种大凶之地 自己是去定了 师傅 那你有去过十万大山吗 穆小小好奇地问道 赵老脸上浮现出一丝傲然 我当然去过 而且我曾经和机位好友 到过十万大山的腹地 踩到了一株六级上品圣果 株灵果 灵草分位八级 每级分位上中下三品 达到六级上品 便可算得上是圣果了 极为罕见 看珠穆小小眼中的崇拜之情 赵老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笑容更深 不过 苏语从赵老的眼眸深处 还是看到一丝深深的忌惮与后怕 他们在那里到底经历了什么 赵老可是五圣强者 他的朋友能弱吗 饶是如此 依旧被十万大山所惊到 那自己凭什么进去 这系统也太坑爹了 好歹给我来个神功秘籍啥的吧 只是让自己种地 去十万大山 岂不是送死 五周大陆上 各种势力和宗派众多 以后你们自己去见识 我就不讲了 接下来我把五者的 等级划分跟你们说一下 苏语面色一正 五者才是这个世界的根本 五者 要从外向内练 首先便是要练体 练体分有十层 外攻一层之外攻十层 这一阶段 体质会大大的超过普通人 每练一层 身体素质便会增加数倍 达到外攻十层 才算是真正的五者 开始转为内修 自内修开始 五者共分为九个等级 分别为武徒 武士 武师 大武师 武王 武宗 武尊 武圣和武帝 成为武王便可以建立自己的势力 称霸一方 武宗更是能开宗立派 当一派之主 武宗以上可以算是一个势力的底牌了 穆小小听得心持神网 那师父是在什么境界 哈哈 二十年前 我就是武圣了 赵老吕了吕胡须笑道 接着故作谦虚地摇了摇头道 可惜上千年来在 没有出过一个武帝 缺少前人的经验 我始终不得踏入武帝的门槛 果不其然 这话让穆小小的崇拜之情更为浓烈 眼中带着艳线 难难道 武圣一定很厉害吧 成为了武圣 便算是步入了 这片大陆的顶尖强者的行列 放心吧 你是我的徒弟 迟早也会是武圣的 赵老接着说道 脸上傲然之色更浓 不过 武圣固然厉害 但也仅仅是在武道一途 这片大陆除了武者这个职业 还有炼器师 炼丹师 训兽师等职业 这些职业各有特点 都是这片大陆上极为重要的存在 而我 便是丹圣 在这片大陆上 职业众多 而最为尊贵的 无疑是炼丹师 炼丹师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受到众人所尊重 因为炼丹师可以轻易地打破 一个武者的瓶颈 大大减少武者的修炼时间 更可以炼制疗伤制毒的丹药 救人姓名 也因此 炼丹师的朋友 可谓是遍布大陆各处 如果得罪一位炼丹师 那必然是得罪了炼丹师 背后的无数的武者 等来的绝对是无止境的报复 小子 怎么样 现在拜我为师还不迟 只要做了我的弟子 修炼功法和丹药我 绝对不会亏待你 你成为丹圣只日可待 赵老牛逼轰轰地看出苏语 诱惑到 修炼功法极为难的 一般都只会传授给自己的弟子 或者门派中人 没有功法 就算天赋再好 再刻苦 也绝对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武者 而赵老身为丹圣 丹药自然不可能少 有着丹药的辅助 修炼绝对可以一日千里 这诱惑对一般人 绝对是致命的 可惜苏语就算是想拜师 系统也不答应 摇了摇头 赵老 你现在只是我大王山的克卿 而我可是大王山的大王 是不可能拜你为师的 小子 你刚刚没听我说吗 想要见势力 怎么说 也得达到五王的实力 你一个矛头小子 当真不拜我为师 赵老有些猛逼 继续问道 他是真的想说苏语为徒 只是奈何这小子 好像脑子里有坑 当个山大王难道 就那么重要 谢谢赵老的好意 小子扶缘浅薄 无缘拜你为师 这时 穆小小偷偷地 凑到苏语的耳朵旁 悄声说道 苏大哥 你放心 等我师父教我了 我就来教你 苏语和赵老的脸色同时一僵 穆小小自以为声音很低 但是怎么可能逃过 武圣强者的耳朵 场面顿时陷入了冷场 苏语面色尴尬 赵老则是一副悲愤的模样 奈何当事人 穆小小孩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站在一旁 一副乖乖女的样子 嗨嗨 赵老 既然教完了 那我就先走了 苏语说道 静止向筑田地走去 第二十二章 郡公主的震惊 她刚刚赚钱 系统中有助两万多金币 暂时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自然不能荒废果地 便在系统中 选择了四种水果种子 用来种植 分别是西瓜 黄桃 葡萄和菠萝 只空着五亩果地 种子买完 又买下了足够的化肥和灵犬 只等种子成熟 这些水果绝对会让世人所震惊 大王山绝对会真正地被人们所注意到 苏大哥 吃饭了 四亩地 播种加上耕地 足足忙活了半天才结束 此时天色已经昏暗下来 穆小小已经煮好了粥 来了 苏语应道 真希望赶紧得到一亩田地 但是如果能有菜配合自然是再好不过的 短期目标 赚钱买一亩菜地 郡王府 小姐 该用餐了 书房内 杨芷云一身青山螺裙 正对住书桌上的一纸书页沉思 文言 微微抬手 今天的晚膳是什么 按照小姐平时的习惯并没有改动 那这香气从何而来 杨芷云问道 厨房虽然距离很远 但是若有若无的香气依旧飘到了这里 虽然不浓 但是却让人难忘 这香味以前可从未有过 好像 一碗粥的味道 丫鬟犯犹豫到 说住还忍不住吞咽了一口口水 粥 杨芷云眉头一挑 你们家是什么灵草吗 和往常一样 只是简单白米粥 只是这米 怎么了 听闻这米是唐管市 以一枚中品零食一斤的价格 从集市买回的 这是在府中有不少人都知道 一枚中品零食一斤 杨芷云眉头不由一皱 这价格也太高了 难道有人敢明目张胆地摊下府里的零食吗 把晚膳送来吧 杨芷云说道 心中难免生起一丝好奇 一枚中品零食一斤的 大米当真是稀奇 但如果这大米不值这个价 定不能轻饶 随着晚膳被送进来 粥的香气变得极为浓烈 就算是杨芷云 杂意闻到 也情不自禁地咽了咽口水 小姐 请用膳 几位丫鬟看中那碗粥 眼中掩饰不住地渴望 当粥被送到杨芷云的面前时 那股朦朦胧胧的香气树直 直向住她的鼻子里钻去 犹如一颗香气痰 在她的嘴里炸裂开来 使她那原本就绝美的容颜 飘起一抹粉红 咕噜 她的肚子 居然发出一丝轻微的声响 从小到大 她还从没有过这种失礼的行为 前所未有的饥饿感 顿时涌上心头 她从没有对吃 产生如此渴望 透过烟气看向碗内 那粥中的米 散发出点点白光 在水的反射下 极为刺眼 杨芷云小嘴微张 忍不住发出一声轻呼 这周 她身为郡王府的公主 晚膳自然不会差 取的菜 不但是最为新鲜的 更是经过东周郡 最为出名的厨师制作 可谓是顶尖美食 然而 现在那些菜居然 在这白米粥面前沦位陪衬 这种无稽之谈 现在确确实实落在她的面前 其实真的能买到这种米吗 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龙玉的香气 好似宁为了实质 不断地挑战着杨芷云的味蕾 轻抚住她的舌头 她心中再无其他的念头 只剩下一个想法 吃它 杨芷云毕竟是大家闺秀 更是东周郡的女神 面对这种诱惑 她依然保持住理智 很是淑女地挽起一勺白米粥 粘稠的粥脂被拉长 好似银色的丝线 散发驻诱人的光泽 周围的丫鬟 吞咽口水的声音 就莫停止过 一个个都眼巴巴地望着杨芷云 将一勺子米粥送入口中 上唇微微一合 米粥顺势流入她的口中 好似顽皮的孩子 缠绕在她的舌头之上 在她的嘴里打滚 浓郁的香气 使她全身都松弛了下来 一股前所未有后的轻松 和愉悦之感 涌遍全身 她第一次被美食所征服 而且 居然还是一碗白米粥 好吃 真好吃 杨芷云忍不住骄银一声 而后大口地 开始消灭起面前的粥来 直到一碗粥下肚 她依旧是一副 意犹未尽的样子 情不自禁地 伸出丁香小舌 舔了舔嘴唇 样子说不出的妩媚 你们想吃 就让厨房也给你们美人 准备一碗吧 杨芷云看住 丫鬟们的模样 笑笑了 接着陈寅片刻说道 将买米的糖管室叫来 唐笑 你用一枚中品 临时买一斤米的事情 可是广未流传啊 现在估计 全郡王府的人都知道了 杂役房里 有人打巨道 哼 是啊 我刚开始 听到的时候 还不敢相信呢 想不到居然是真的 陈浪立刻接口道 就这种智商 郡王府对下人极为照顾 此时虽然天色刚黑 但大多数杂役 已经可以休息 你们可别这魔说 他是看中兄弟情义 才会这这魔做的 另一个杂役阴阳怪气地说道 是啊 听说其中有一大半 是你自己垫覆的 还真是好兄弟 可惜啊 这苏宇明显是故意讹他的 把他当傻子看 哈哈 看热闹 幸灾乐祸的人不在少数 房间的一角 唐笑静静地坐在床上 对他们的嘲讽 充耳不闻 苏宇 跳梁小丑而已 他也不撒泡尿罩罩 居然还好意思 给郡公主写情诗 简直是笑死人了 陈浪看住不说话的唐笑 更是得意 嘲讽不断 对了 你们谁看过他 写给杨小姐的情诗墨 听丫鬟说 可肉麻了 对对对 我也听说了 凭他也敢大杨小姐的主意 我估计十有八九 就是郡公主暗中赶他出府的 唐笑 大小姐喊你过去 丫鬟的声音 瞬间让整个杂役房 都沉默了片刻 哈哈 我们刚说完 郡公主就找上门来了 唐笑 我看你连采购不都待不下去咯 陈浪哈哈一笑 接着说道 既然你和苏宇兄弟情深 他走了你又何必留下来 这也不忘我帮你 大力宣传买米的事情啊 唐总管 一路走好啊 其他的杂役 也据是冷笑着说道 以陈浪马首是瞻 第二十三章 不期而遇 可知大小姐照见我所为何事 行到半路 唐笑心中忐忑地问道 他连大小姐的面都没见过几次 大小姐不可能知道知道才是 也不知是福是祸 去了你自然就知道 不过应该不是什么坏事 丫鬟嘻嘻一笑 对着唐笑说道 不是坏事 唐笑心中微微一松 不过想到自己 花了一枚中品临时买一斤大米的事情 心又提了起来 心中怠住不安 不知不觉 已经走到了郡公主的房前 郡公主 唐笑到了 随着房门被打开 唐笑终于见到了 正坐在房中的杨纸云 不失粉带 却依旧如同不失人间烟火的仙子 让他不禁产生自残行贿的感觉 郡公主 唐笑低头躬身 对住杨纸云行李道 听说你前两天私自以高价买了一袋大米 可有此事 杨纸云头也莫抬 语气淡淡地问道 唐笑内心一突 面露苦笑 本来这只是小事 根本不可能传到郡公主的耳中 想来是 最近传得太过沸沸扬扬 这才被郡公主注意到 八成是来找我算账的了 没错 唐笑咬咬牙 接着说道 虽然小人是高价购买 但是回来后 我已经自觉的将叉价都补给了郡王府 绝不是私吞钱财 那你为何会以高价购买那种大米 杨纸云其道 这米是我兄弟所卖 我见他生意冷清 所以便打算帮一帮 唐笑解释道 你兄弟 杨纸云眼神微微一抬 既然是他兄弟 那魔说不定唐笑能知道这大米的来历 是 他原来也是郡王府的杂役 只不过前几天刚刚离开 你说的是苏语 杨纸云眉头一挑 脱口问道 唐笑面上露出苦笑 无奈地点了点头 想不到杨纸云居然还记得苏语 一位郡公主 怎么可能记得一位杂役的名字 难道真如传闻所说 是这位郡公主要 碾苏语出府吗 那你可知这大米的来历 小人不知 不过苏语她为人正直 大米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行了 你退下吧 明天我跟你一起去集市 杨纸云的话让 唐笑的身体一僵 诧异地抬起头 接着声音恳切地说道 郡公主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苏语她之前的行为 虽然放肆了些 但郡公主已经 把她赶出了府 还请郡公主网开一面 放她一条生路 唐笑面露急色 生怕杨纸云 要去找苏语的麻烦 杨纸云摆了摆手 你对她真是重情重业 放心吧 我这次 去不是为难她的 退下吧 唐笑心中不安 但是不敢为令 只能忧心忡忡地退下 待到唐笑离开 杨纸云再次将目光 投到桌面上 在她的面前 放的是一张白纸 上书 凤求黄 有一美人兮 献之不忘 一日不献兮 思之如狂 凤飞翱翔兮 四海求黄 无奈佳人兮 不在东墙 江秦带雨兮 了写中长 何日见许兮 为我彷徨 愿言佩德兮 携手相将 不得于非兮 使我沦亡 她的眼神有些迷离 嘴里弥喃 这苏语倒是为其人 文采非凡 更是拥有了那众大名 难怪她会想 助力开郡王府 第二天 清晨 白小雅书席打扮完毕 带上面沙便 和白小龙一起出门 白府坐落在 东周郡的市区 出门便是热闹的街道 车水马龙 人声鼎沸 她知道自己容貌 能带来怎样的轰动 因此出门 都是以面纱遮脸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此时正值清晨时分 两人行走在街市之中 街市两边 摆满了卖早饭的小贩 各种香味混合 飘散在空气之中 然而 两人看都不看一眼 静止穿过街区 拐了数个弯 向着集市走去 姐 到了 昨天那人就是在这里摆摊的 白小龙说道 只是声音带着失望 可以看到 那里依旧是空空荡荡 明显苏语还未过来 我们等等好了 白小雅声音空灵 语气平淡道 不过很快 她的眉头一簇 看向市集的另一边 那里人头传动 轰动无比 好似发生了 了不得的大事一般 而轰动的忠心 正在向自己这里靠近 很快 杨芷云的角色容颜 便出现在白小雅的面前 在她的周围 围住无数的爱慕中 其中不乏东周郡的公子哥 她的身边 虽然只带住 唐孝一个护卫 却没有人赶进她身办账 神情巨傲 宛若众星捧月一般 杨芷云身为郡王府的公主 背景字不必多说 并不需要如白小雅一般 带住面纱 行事作风也高调很多 不用顾忌太多 咦 这不是傅庸风雅的白公子吗 今日怎么有空来这里 默去文庆院吟诗作对吗 这声音十分轻飘 让白小龙的脸色阴沉了下来 望了过去 一身青色净装 面如关玉 头发是罕见的寸头 腰间竖住 一条蓝色丝带 眼神凌厉 单看外表 就给人一种无比刚猛的感觉 很明显的舞者装扮 东周郡 武长空 东周三大家族之一 武家嫡系子弟 和白小龙不同 这武长空的名声 在东周郡吉祥 武道天赋在东周郡首屈一指 声望地位远在白小龙之上 而且 别看他总是一副武夫的打扮 此人的智慧也不可小虚 所谓文庆院 是东周郡唯一的书院 同时也是东周郡所谓的名流子弟 展现逼格的地方 这些所谓的才子 常常会以零食作为赌注 在文庆院吟诗作对 同时 文庆院也设有类台 是以文会友 以武会友的绝佳去处 白小龙文不成武不就 在文庆院算是个笑话 武长空话中的讽刺意味十足 武长空 你管得未免也太宽了 白小龙声音低沉 哟 难怪 原来白公子居然带着一位美人出门 武长空眼神轻挑地打量住白小雅 不过神色很快变一鸣 瞳孔迅速地扩大 白小姐 她双手抱拳道 我刚刚无意冒犯白小姐 还请白小姐见谅 她怎么也没想到 一向身居简出 极少出门的白小雅居然会来到集市 而且看样子和郡公主的目的好似一致 她不由地回头看来杨纸云一眼 这两位在这里不妻而遇 究竟是为了什么 第24章 牛逼的耕地技能 白家虽然算不上东周郡三大家族 但却是东周郡首富 而且 白小雅可比她那不成器的弟弟强多了 文武双全 武道天赋斯毫不在武长空之下 更是和杨纸云齐名的女神 武长空讨好还来 追求不及 自然不敢冒犯 柳四元献过白小姐 说话的是一位穿着长衫的男子 手持一把折扇 声音儒雅 面旁清秀 和平常的书身无异 不过此人眼眸狭长 宛若狐狸一般 同位东周郡三大家族之一的柳家 柳四元 有着柳四元和武长空的带头 其他的公子哥也纷纷向白小雅问候 同时心中纷纷疑惑 是什么可以让两大女神齐聚在此 而且还很失礼地迟到 让女神等候 同样的时间 苏宇扛住锅和二十斤大米 不紧不慢地向着急事而去 到达急事时 她的脚步却是一毒 只见 自己原来摆摊的地方 已经围满了人 数量甚至远超自己昨天买粥的时候 她的心割了一下 自己的摊位 只是在这急事的一角 很难有人注意到 这样都会有人恶意占自己的摊位不成 挤开人群 她的目光瞬间落在 正在对峙的两个女人身上 一个戴住面纱看不清容貌 但是通过那完美的身材 和露出的灵动的双眼 不难想象 面纱下倾国倾城的面容 在这女子的另一边 是一位披住一袭青纱般白衣的姑娘 看起来十八九岁 除了一头黑发外 全身雪白 面容秀美绝俗 清雅秀丽的面容上 却带住清冷 莫可逼世 两位女子 都是同样的轻力脱俗 同样的冷傲如雪 这白衣女子 有些面熟 苏语微微一愣 却也没细想 继续前行 这两位姑娘 虽然只是静静地站在场中 却无形中成为全场的焦点 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还好自己的摊位还在 在美女和摊位之间 苏语关心的 居然只是摊位 喂 小子 你站住 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 一身静装的五长空 直接挡在苏语的身前 目光辟匿地看住苏语说道 这里我的摊位 你如果不是买东西就请让开 苏语眉头一皱 大清早的 居然遇到一个傻逼 难道当即是 是他家开的不成 五长空神色一炯 他先入卫主地认为 苏语是个哗众取宠的人 毕竟是人都感觉得出来 由于有祝白小雅和杨纸云的存在 场上的气氛很是微妙 然而在这重气氛下 苏语居然不知死活地 禁止朝中央走去 这肯定是为了博眼球啊 为了阻止苏语 更为了露脸 他很自然地挡住了苏语的路 只是想不到 这里是苏语的摊位 这反倒显得自己无理了 你的东西我全包了 今天这摊位就归我了 五长空话音一转 说道 心中暗暗为自己的机制喝彩 这样不但化解了刚刚的尴尬 还展现了自己的大气 在两位女神面前表现自己 可以 一共三枚上品零食 苏语说道 只要有钱赚就行 他也乐得轻松 三枚 五长空一愣 原本自得的神色一变 三枚上品零食 你敢耍我 三枚上品零食相当于三万元 他家里虽是东周郡三大家族之一 但他平时并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 五枚上品零食并不是小数目 他还真没带那魔多零食在身上 你抢钱啊 难道卖的是灵草不成 五长空面色一红 恼羞成怒地看住苏语 你知道本少爷是谁吗 居然想讹我 一斤大米十枚中品零食 这里一共二十斤大米 这锅米粥 一枚上品零食 总计三枚上品零食 童扫无期 苏语帮他算账 鄙诗道 没钱就别来装大款 给我让路吧 哈哈 一斤大米 居然敢收十枚上品零食 讹人讹到我五长空头上来了 我看你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五长空气急而笑 仰天大吼一声 右手往腰间一缩 随即握拳猛然挥出 向着苏语冲来 急速地拳头摩擦住空气 带着呼呼风声 拳头悬位置 苏语便感到一股热浪袭面而来 声势浩大 住手 同样的两个字 确实有五个不同的人发出 白小龙一脸金融 他对五长空极未了解 爱五成吃 出手莫个轻重 年纪轻轻 已经到达外公巅峰 离真正的舞者紧插半步 这一拳下去 苏语不死 也要退层皮 另外 两声却是在场的两位女神 杨芷云声音轻冷 语调并没有多大的波动 白小雅却有些急切 并不希望苏语受这无妄之灾 要说最急迫的 当属唐孝和韩大鹏 虽然苏语上次的举动 让唐孝颇为不齿 但是毕竟还是把苏语当成兄弟 自然不希望他受伤 而韩大鹏 眼见五长空的拳头 要落在苏语身上 吓得目自欲裂 声音更是猴得嘶哑 这苏语可是赵老的徒弟 若是在自己的地盘上 被人打伤了 赵老免不得要迁怒自己 想都不想 便聚集起评声最大的速度 朝着苏语赶来 这小子是哪里冒出来了 来头不小啊 在场的人同时冒出这种想法 除了唐孝外 剩下的四人在东周郡都颇有名气 尤其是杨芷云和白小雅 居然都和苏语有关系 这想让人不注意都难 柳思源眼神闪烁 饶有兴致地看出事态的发展 苏语也没想到 五长空一言不合 居然就会动手 一时间愣在那里望了闪躲 不过 如此短的距离 就算他想躲也躲不掉 耕地技能 千军一发之际 苏语扶至心灵 顺手便用起了自己仅有的技能 此时 五长空的拳头刚好到了苏语的胸口 苏语很巧妙地将手臂一抬 不但将五长空的手臂抬到了空中 更是双手一落 五长空便被推出了数米之远 这 所有人都愣在原地 难以置信地看出苏语 疑惑 惊诧 警惕等目光纷纷落在他身上 在外人看来 面对五长空的攻击 苏语神情淡然 不慌不忙地站在原地 后发先制 不但破了五长空的攻击 更是轻飘飘地将五长空推出去 而不伤五长空一丝一嚎 这种气度和手段 绝对是大师风范 难道这少年是一位高手 难怪会让杨纸云和白小雅紧张 不说他们 苏语此时也是一脸的猛逼 刚刚发生了什么 我居然还站住 我去 这系统也太牛逼了 耕地技能都正模糊 那以后那些技能 岂不是无敌 愣神之后 便是无尽的狂喜 本来他还以为 所谓的山大王系统 就是让自己占山未亡 做农场的买卖 现在才知道 原来技能才是最牛掰的 他本来就有个武侠梦 更何况深处武道的世界 不练武士再是不甘心 他不由地想起了 抽奖石剑道的山大王心法 内心越发的火热 好小子 有两下子 难怪敢这么猖狂 五长空阴沉着脸 自己这回丢脸丢大了 从头到尾都被人看笑话 再接我一拳 这回他使出了全力 苏宇甚至能听见 拳头划破空气 发出的刺辣声 速度更是快了数倍不止 这口气必须出 第25章 被争抢的大米 这小子完了 几乎所有人同时 冒出这个念头 无论是谁都看得出来 五长空这次 是发出了石城石的实力 有些人心软 已经捂住自己的双眼 不敢看下去 给我住手 韩大鹏声嘶力竭地喊道 声音中 甚至带住一丝哭腔 以他的速度 依旧感不及 只能眼睁睁地看住苏宇被打 完了完了 看样子 这小子的命是保不住了 赵老千怒于我可怎么办啊 死 五长空眼神充斥住兴奋 嘴角露出嗜血的笑容 你给我带来的耻辱 只能用你的命来洗刷了 苏宇先是心中一惊 接着很自然地抬腿 踢起脚边的一粒石子 技能 播种 刷 所有人只觉得眼睛一花 那石子化为一道残影 落在五长空的肩头上 碰 这石子 不但止住了他的冲刺 更是使他原本冲刺的拳头 直接垂落下来 整只手臂发麻 使不上一点力气 你 五长空一脸的吃惊 如果说之前是侥幸 纳摩现在绝对是实力的碾压 这一手 暗器让人防不胜防 除非自己成为武者 将灵力遍布全身 否则万万 不是对手 这 怎么可能 所有人都呆傻原地 一个个都快疯了 武者的修炼极为艰难 他们一个个都自封为东周郡的天才 可都还停留在外公境界 并没有真正步入武者的行列 武长空的武道 已经算是东周郡年轻一辈的顶尖水准 却被如此年轻的 一位少年顽虐 关键着少年 此时居然也是一脸猛逼的样子 这是一副怎样的表情 好像是在说 我还没出力你就倒下了 你怎么可以这磨弱 韩大鹏更是嘴巴大张 一副陷了鬼的模样 这家伙 昨天连尸程都没有 明显 只是个野小子 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变这么厉害 难道是因为赵老 越想越觉得可能 单圣随便拿一颗丹药出来 就能让人脱胎换骨 对自己的徒弟 当然不可能吝啬 若是自己能得到一颗丹药 那岂不是发达了 八剑 必须八剑 韩大鹏看出苏宇的眼神 变得火热无比 你到底是谁 武长空声音沙哑 难以置信地看出苏宇 我只是一个卖大米的 苏宇说完 也不管待着在一旁的武长空 当场将自己背上的大米一放 把锅给架了起来 这次他还准备了一个牌子 立在一旁 上面写著 一斤大米十枚中品零食 一碗粥一枚中品零食 童扫无期 价格公道 真就这磨卖起了大米 我是不是听错了 卖 卖大米 十枚中品零食一斤 我眼睛一定是花了 哼 真是一个不是死活的狂徒 得罪了武长空不说 居然还敢如此高价卖大米 他真以为能卖得出去吗 妈的 这小子这磨厉害 难不成是个智掌 看热闹得不嫌是大 一个个的性质都无比高涨 武大少 只是一个卖大米的 你难道 就看出他这磨嚣张吗 柳思源嘴角一翘 对助武长空说道 哼 你这磨低级的 激将法对我可没用 如果看不惯的话 你只管自己上好了 武长空冷哼一声 他不傻 自然看出来 柳思源是想击他 借他探苏宇的底细 不过从韩大鹏等人的表现来看 这苏宇明显病非常人 他当然不可能继续莽撞地冲上去 当然 最主要的是 他打不过 柳思源不以为意地笑了笑 静静地看出是泰的发展 苏公子 这米您不用煮了 我都买了 随着事情渐渐平息 韩大鹏立刻走到苏宇身边说道 脸上带着缠媚 手上拿着早已准备好的零食 一个堂堂的外门直士 居然对一个卖大米的露出媚笑 让众人一阵别扭 跟着韩大鹏的两名直士 不自觉地低下头看脚趾 实在是丢不起这人 另外鸡大家族的子弟 互相对视一眼 看样子 这苏宇的身份 比自己想得还要不简单 白小龙心中一沉 昨天就感觉到 韩大鹏对苏宇的态度不一样 今天更甚 能拿出这重米的 果然不是普通人 慢住 我出20枚中品零食一斤 白小龙毫不犹豫地说道 他穷的就只剩钱了 闻到武功天赋都不行 能享受的 就是用钱砸人的快感 白小龙 昨天你已经买过了 今天难道还要跟我抢吗 韩大鹏面色涨红 憋屈不已 买过了 今天还来买 所有人都开始打量起那米来 到底是什么米能卖出这等天价 如果只是韩大鹏买 那还能理解成是韩大鹏 再有一八戒苏语 但是现在白家 居然也掺和了进来 市场规矩 价高者得 你身为外门执事 难道不知道吗 白小龙得意地把头羊了羊 你 三十枚中品零食一斤 如泉水般清澈的声音响起 彻底让韩大鹏淹了下去 喊家的正式郡公主杨芷云 死 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如果不是亲眼所限 打死他们都不信 郡公主上街居然是为了买米 一个个瞪大株双眼 恨不得在那大米上盯出一朵花来 唐笑身子一抖 差点趴在地上 本来心里还一直想着 如何为苏语开脱 这转折时在让他措手不及 难以置信地看住苏语 好似第一次认识他这个兄弟一般 原来上次自己以一枚中品零食的价格购买 是占了大便宜了 亏自己还自称把苏语当成兄弟 却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 双眼充满歉意地看住苏语 武长空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自己刚刚做了什么 拒绝买的大米 转眼间居然就变成了抢手货 价格不停地翻翻 他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难道大米本来就这魔抢手 一直都这魔贵吗 四十枚中品零食一斤 这次叫价的是白小雅 不着痕迹地扫了羊指云一眼 眉头微微一蹴 难道他也知道这大米不凡 果然又是大米 围观的吃瓜群众的内心已然麻木 当事人苏语心中乐开了花 抑制不住嘴角的笑意 眼神微微眯了起来 净巴净巴 价格越高越好 他心里已经在盘算住 如何花这些钱了 五十枚中品零食一斤 这次所有人将目光 都聚到了突然叫价的柳思源身上 第26章 喝粥就能突破 五十枚中品零食一斤 这价格已经是正常大米的一百倍 柳思源 你这是什么意思 白小龙面色铁青地问道 昨天这大米还无人问津 今天居然就变得这般抢手 暗自恼怒 这般好东西 怎么被发现的这模块 刚刚你也说过了 市场规矩 价高者得 既然这大米能入白小姐和郡公主的眼 想来不是凡物 这种东西 自然有得者居之 柳思源不慌不忙地说道 苏兄那边有一锅大米刚好在煮 我们不如等等再竞价 先是试着大米的味道如何 这样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大米的价值所在 岂不是更公平 难道你还想独占不成 柳思源继续提议道 柳兄此言有理 我赞同 我也赞同 好东西就该分享 说得好 若真是好东西 自然默认想错过 只是现在明显 只有白家和杨纸云知道 这大米的价值 柳思源的提议 可以拖上一拖 这提议沾住大意 在场的所有人都满心好奇 自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响应 白小龙眼中闪过一丝交集 却又无可奈何 等他们都认识到 这大米的价值 那竞价只会越来越高 毕竟由于轰动 一共才二十斤 物以稀为贵 价格怎么可能低 他有的事前 价格再高他也不怕 他担心这大米 从此被人盯上 到时候 他白家自然拿到的就少了 时间一点一点过去 随着锅内 缓缓地冒出白烟 一股浓郁的香味 瞬间勾住了 市集上所有人的鼻子 大部分人都纷纷露出 迷醉的神色 不断地有吞咽口水的声音传出 白小龙和白小雅对视一眼 据是一副吃惊的模样 这大米比起他们煮起来 味道还要香了数杯不止 苏语微微一笑 露出果然如此的神色 他这次煮粥用的水 可是灵水 想不到效果 比自己预想中的还要好 看样子系统中的东西搭配使用 会有意外的惊喜 白兄 你也太不地道了 有这好东西 也不知道和大伙分享 有公子哥笑道 一边说住 一边疯狂地吸住香气 双眼放光地看住锅内 恨不得立刻上去抢 就是 这粥是多少钱一碗的 先丢来十碗 十碗 现在粥可就一锅而已 就凭你的零食 估计一碗都吃不上 我从来没闻到过 这馍美味的香气 难以想象 我之前的二十年 究竟是怎么过的 这粥绝对绝无仅有 那大米说 什么都要买下来 过了这村 就没这店了 苏兄 粥熟了吧 先给我来一碗吧 我出两枚中品零食 一位公子哥 已禁锢不上那么多 率先走到苏语身边 接过零食 苏语直接给这位 机制的公子 割成了一碗 直到那公子哥 美滋滋地接过粥喝起来 其他人方才如梦初醒 纷纷涌到苏语身边 我出三枚中品零食 先给我 三枚算个屁 我出五枚 苏兄 打个商量 我不要粥 先卖给我一斤大米吧 价格你开 苏兄 这里是翡翠山的翠壶珠 换你这些大米 一颗翠壶珠 就想换大米 你怎么不上天 墨前就别来和老子争 仅仅五分钟 苏语面前的锅 就已经见底 锅底在阳光的照射下 甚至反射出光彩 绝对比用水洗过还要干净 而他的系统里的金币数量 也直接增加了整整两万 就这磨一锅粥 居然卖出了两枚上品零食 一时间 整个市集都是呼啦呼啦的喝粥声 而且喝粥的 还都是东周郡有头有脸的公子哥 场面畏畏壮观 仅仅几个呼吸 喝粥声几乎在同一时间戛然而止 好喝 爽 这简直是人间极品 能喝到这粥 此生无汉意 此粥只因天上游 人间难的机会喝啊 谁拼命喝了这粥 以后我还能吃下什么 太少了 实在是太少了 如果能一直喝下去 我一定选择生死 有狂热的 有感慨的 更有些双目含泪 一副看透人世的样子 而那些没买到的 纷纷露出幽怨的神色 肚子咕咕 直叫唤 显然是饿得不轻 眼神不时地偷瞄住其他人的粥碗 企图喝些剩下的 只是他们注定要失望 那些碗都快被舔得透明了 一枚中品零食 把这锅给我 白小龙黑住脸 将苏宇那口锅买了去 接着二话不说 居然伸长了舌头 对住已经干净的锅底舔了起来 他五道本来就弱 自然抢不过那些疯狂的众人 而他的姐姐又身负女神光环 也不可能加入抢舟的行列 堂堂白家大少 居然沦落到舔锅底的地步 凄惨无比 好在这锅上 还残留住些许味道 一时间倒是舔得不亦乐乎 姐 这舟真的比我们上次吃的 还要好吃好鸡呗 白小龙一边舔 还不忘一边对住白小雅说道 眼中满满的都是兴奋 丢人 太丢人了 看白小龙这样 白小雅恨不得一巴掌呼上去 深吸一口气 不着痕迹地 将身子往旁边挪了挪 装作不认识这个丢人的弟弟 就在这时 市集上的嘈杂声突然停止 不少喝粥的公子哥面色猛地涨红 整个人身上 都被一道阴阴光芒所包裹 一股股灵气游荡在周身 哥 齐声声打了一个绵长的宝格 声音整齐划一 回荡在市集之中 波波波波波波 这声宝格 好似吹起的号角一般 集市上开始接二连三地发出声响 犹如水顶瓶盖一般 带到脸上的红潮退去 一个个的面色变得十分古怪 双目瞪大 眼睛赤红地看出苏语 突 突破了 有人声音颤抖 难以置信地说道 声音虽轻 但在整个集市上却如同炸雷一般 响彻在所有人的耳边 突破的众人呆愣地点了点头 游在梦中 第27章 系统新功能开放 随着突破的人越来越多 那些围观的人 据是一副陷了鬼的模样 纵观五周大陆 从没有见过如此壮大的突破场面 而且一个个突破 居然都如此蹊跷 五道一图 逆天形 天赋 毅力 机缘缺一不可 每进一步都极为艰难 需要耗费极大的心血 然而 在这市集之上 一群人居然因为喝了一碗粥 而同时突破 虽然这些突破的公子哥 大多都只有外攻三层 四层的样子 但是绝对不可轻视这周的强大 这米到底是什么逆天之物 所有人的心头同时一跳 都是双眼 炙热地看住大米 只有白小龙一脸的不解于苦闷 他也只是外攻三层 昨天就喝了一碗粥 居然丝毫没有突破的痕迹 连一丝灵气都没有感觉到 坑爹啊 苏宇也只是微微一惊 接着便装作一副云淡风轻的模样 看样子 这灵全比自己想象中的还要逆天 六十枚中品零食一斤 一个个都不再质疑 带头喊话的 居然是刚开始的五常空 此时他心中一万只 星号星号星号奔腾呼啸而过 恨不得呼自己两耳光 早知道这米这魔牛逼 我第一时间就买下了 傻子才嫌贵 七十枚中品零食一斤 八十枚中品零食 价格一路攀升 好端端的生意 居然变成了拍卖会 苏宇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双眼都变成金币的形状 就差仰天狂笑了 这些人自以为这大米 只有这魔多 物以稀为贵 殊不知自己可以无限重 而且这也只是 加了灵全的功效 不过他乐得见如此 当然也不会点破 九十枚中品零食一斤 这大米 我赵家是在必等 笑话 零食而已 谁怕谁 一枚上品零食一斤 苏兄 这米卖给我 以后你 就是我家的客亲 在东周郡 可以横住走 不少家族都炒得面红耳赤 谁能想到 这大米 居然有如此魔力 各位 如此僵持下去 也不是办法 这大米一共有二十斤 我看不如这样 我们一斤一斤地买如何 这样 分散在各个家族 谁也不会吃亏 就在苏语得意的时候 柳思源提议道 若是二十斤一起拍卖 买不到大米 谁都不会甘心 但是二十斤拆开来卖 这样可选择的余地也就多了 也不会因为心理不平衡 而胡乱竞价 我赞同 一枚上品零食 我买一斤 郡公主说道 这价格已是很高 再加上是郡公主所拍 这一斤大米并没有争抢 直接成交 我也出一枚上品零食买一斤 武长空说完 眼神淋漓地扫视了众人眼 见无人反驳 这才点了点头 柳思源的提议看似公平 其实只不过是为自己 以及那些大家族提供了便利 这样价格有限 他也能得到大米 分开竞价 这二十斤大米 毫无疑问地 被在场的二十个大家族所瓜分 不会出现大家族竞价的局面 而那些小家族 虽然心有不甘 但却敢怒不敢言 之前场面混乱 还可以浑水摸鱼 现在根本不敢叫板 当然 苏语懒得去管那些门门道道 这一趟下来 足足收获了二十二枚上品零食 也就是二十二万金币 堪称巨款 定 恭喜宿主 金币数量超过十万 幸运轮盘 系统开放 体质加一苏语只感到全身一暖 舒服得身影一声 又是体质加一 咧了咧嘴巴 自己能打败五长空 除了靠技能外 之前获得的一点体质 也功不可没 不然就算招式再强 也没有威力 虽然只有一点 但是这作用 绝对是十分巨大的 幸运轮盘系统 苏语将注意力放到系统上 在系统界面 果然出现了一个 幸运轮盘选项 幸运轮盘选项 是一个大大的立体问号 标注的价格 居然是十万金币的天价 点开后出现的是一个 大大的转盘 苏语只感到自己眼前一黑 转盘上80%的部分 居然都是黑色 上面标注着输的 一塌糊涂的字样 在黑色之间 零零散散地夹杂住黄色 橙色 紫色和红色 各占了5% 黄色部分 赫然标注注随机杂物 附属性 一剑 橙色标注注随机 剑注一剑 紫色标注注随机技能一本 红色标注注一次抽奖机会 很明显 输的一塌糊涂的概率 高达80%之多 而其他四种奖励加起来 也才20% 可谓输多赢少 不过 饶事如此 依旧让苏宇的内心极为火热 悠悠输了一口气 虽然幸运轮盘输的概率极大 但是依旧挡不住 她想转动的内心 只因轮盘的奖励时 再是太过诱人 而且最主要的 还是因为 有助技能奖励 知道这些技能的强大之后 苏宇怎么能不行动 她甚至忍不住 当场就要试试运气 小女子白小雅 见过苏公子 黄黎般清脆的声音 在苏宇的耳边响起 却见白小雅已经走到近前 闪住一双秋水般的毛子 饶有兴致地打量住她 白小姐客气了 苏宇从系统中回过神 心情大好 笑着对白小雅拱了拱手 不知苏公子 还有这种大米吗 自然是有 以后白小姐想买 去东周俊南部的大王山 找我便可 苏宇指了指大王山的方向 大王山是附近最高 最大的一座山 因此很容易认出 哦 苏公子是不打算过来了吗 白小雅问道 不了 除了大米外 我还种了一些水果 屑时白小姐可以尝尝 苏宇笑了笑说道 大米的名气 比她想象中传播得还要快 尤其是经过今天的宣传 绝对引起了大部分人的注意 在下山卖米 也没有意义 不如在大王山守住带兔 而且今天 自己已经赚了不少钱 够使用一阵子了 自己可还有一大片的要跟那 有机会我一定会去的 白小雅说道 虽然戴住面纱 但是从她那弯如半月的眼睛 可以看出 她在笑 这时 苏宇心有所感 微微抬起头 却见不远处 郡公主正一眨不眨地盯住自己 明亮的眸子里闪 说出异样的光芒 心中意紧 这郡公主不会打算 来找自己算账吧 此地不宜久留 走位上策 第28章 今年流行喝粥 东周郡 柳家 四元 你说的可是真的 一位中年人 声音急切地问道 爹 千真万确 柳四元凝重地点了点头 这粥确实让二十多人 同时突破 顿了毒 又倒 而且 她如此年纪 就能轻易打败五常空 更是连韩大鹏都要巴结 此人的师父 说不定是一位武王 思他的话 让众多长老 都不由地吸了一口凉气 东周郡独立在帝国之外 实力却和帝国相聚盛远 只能算是一般的宗派而已 就算是三大家族 压低乡的实力 也不过是武王而已 四元 不管怎么样 你千万记住 情况不明前 我们万不可得罪此人 还要尽量结交 中年人交代道 四元明白 柳四元点了点头 继续说道 还有 我已经命人在煮下了那大米 爹您和各位长老可以尝尝 好 那我们便尝尝 那大米有何奇特之处 东周郡 白家 爹 娘 你们看 看我有什么不同 白小龙脸色激动无比 脚步飞快地跑进大厅 笔直地站在他爹娘的面前 在他的身后 白小雅无力地叹了口气 我儿子又长高了 美副眼神笑了笑 伸出手摸住白小龙的头 仔细地大量住 不是 不是 娘 你再看 我看你成天 只知道吃喝玩乐 一旁的中年人 眼睛不由地一读 定格在白小龙的身上 语气中带住一丝惊喜 一丝诧异 你突破了 白小龙抿住嘴巴 得意地点了点头 说不出的兴奋 他五道天赋极弱 虽然白家才大气粗 借助天才的宝将他提高到外公三层 但是后遗症也显现出来 由于根基不牢 一年多来却再无寸境 外公分为十层 每三层算是一个小飞跃 三层到四层虽然只有一层之差 但是却是一个天 一个地 你怎么突破的 中年人忍不住好奇地问道 白小龙的五道 一直是他的心头刺 白家是财大气粗 但是在这个世界 若是没有强大的五道 财富便如云烟一般 虽然可以雇佣舞者 但是毕竟不如自己 有五道来的保险 你儿子我天赋一饼 练住练住就突破了呗 白小龙臭屁道 小雅 你来说 白千山懒得理这个活宝儿子 转身对白小雅说道 是 因为一晚周 白小雅犹豫片刻 语气古怪地说道 他实在 不好意思说是因为舔了一个锅底 周啊 你说什么 周 白千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看住白小雅 笑了笑 小雅呀 连你也开始许你爹的开心了 爹 是真的 我跟你说 这个周太神了 白小龙立刻把苏宇吹得天花乱坠 最后总结道 有这魔神奇的大名 我觉得他的师父 说不定是一位圣者 殊不知 他这无意的想法 才是最接近事实的 圣者 这世间哪有那么多圣者 白千山笑住摇了摇头 不过这位苏宇确实不简单 那周真有那魔神奇 千真万确 爹 等到你尝尝 我打赌你一定没 吃过这魔好吃的东西 这周能颠覆你以前所谓的那些美食 白小龙信誓旦旦的保证道 东周郡 郡王府 纸云 今日怎么想到请爹吃饭 杨武呵呵笑道 他的身材极为壮硕 眼神带住神光 不怒自威 正是东周郡的郡王 女儿近来得到一样美味 请父亲尝尝 美味 哈哈 难怪我闻到一股香味 你有心了 杨武看住面前的一桌菜 开怀不已 拿起筷子便要吃饭 不过 紧接着 他皱了皱鼻子 先是看了看回香机 摇了摇头 再看了看醉仙长 再次摇了摇头 这香味 奇特 桌上的菜物亦不是真品 也都是他最爱的菜 只是却都不是香气的来源 这香气看似淡然 但是却偏盖过了所有名菜的味道 让人难忘 杨武皱住眉头 一一扫过面前所有的菜 最后 不得已才将目光放在了桌子中间的百米粥之上 虽然不愿意相信 但是却由不得他不信 这香味 正是由这百米粥发出 本来他还奇怪 为什么杨纸云要在这摩多好菜中心 放上百米粥 现在看来 这粥 不凡 纸云 这粥 杨武看向杨纸云 眼中掩盖不住的震惊 而在郡王府的另一边 奉郡公主之命 以后唐孝为外府总管 负责掌管外府的人员分配 一位丫鬟在杂役房高声说道 笑叶如花地看住唐孝 唐总管 以后可要多多照顾小妹啊 唐孝此时还没有挥过神来 整个人游在梦中 脸上满满的全是困惑 左看看右看看 确定只有自己一人叫唐孝后 声音颤抖地问道 十 什么 我是不是听错了 总管 唐总管 没错 郡公主破格提拔 以后你就是外门总管了 丫鬟讨好的对住他说道 不可能 凭他怎么可能做外门总管 我陈浪第一个不服 陈浪的脸上清惊暴露 瞪大柱双眼止住唐孝 吼道 想要成为外门总管 至少也要外公巅峰的实力 他的实力和我相当 凭什么让他当总管 就凭他是苏宇公子的朋友 苏公子以后是我们郡王府的贵客 丫鬟不屑地瞥了陈浪一眼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质疑郡公主的决定 苏宇公子 陈浪脑袋嗡的一声 一个站不稳后退几步 魂不守舍地摇了摇头 不可能 苏宇他本来只是一个杂役 只有外公一层 他 不单单是他 其他所有人的神色都极为复杂 谁曾想到 一个被人嘲笑 五道废柴的一个杂役 现在转手 就变成炙手可热的人物 难怪他当时会 那魔果断地辞掉杂役的身份 唐孝不由地想起那个集市上 淡定地给各大家族的子弟 卖大米的身影 难怪他那天态度那魔坚决 可笑自己那时候还劝阻他 不让他辞功 以后苏公子是郡王府的贵客 郡公主不希望在府上 听到任何关于苏公子不好的言论 丫鬟说完 对住唐孝行了一礼 便离开了 唐总管 我之前可完全没有诋毁郭苏公子 唐总管 我看到苏公子的第一眼 就知道他非常人眼 希望你以后在他面前 多帮忙每言两句 唐总管 当时苏公子赐功 我就知道 他以后要一飞冲天了 从来没有嘲笑郭苏公子 唐总管 这是我上个月的薪水 请您笑纳 几乎在同一时间 东周郡各大家族 都开始知道苏语的存在 并且 就在这一天 东周郡有数的大家族 不约而同的 都喝起了白米粥 一时间 东周郡 形成了粥香万里的场面 第二十九章 大王山炸了 苏语还不知道 他的大米在东周郡 引起了多大的轰动 回到大王山 却见赵老和穆小小一 就在上山途中的那触空地上 穆小小盘膝坐在地上 单手指天 明显是在修炼 赵老则神情肃目地站在一旁 眼神不经意地瞥了一眼苏语 微微一笑 说道 小子 你确定不来拜我卫尸吗 我的心法可以跳过外攻境界 直接成为武徒 要不要多久 你可就不是这丫头的对手了 苏语淡定地摇了摇头 他已经见识过了 系统技能的厉害 现在唯一感兴趣的心法 就是抽奖时出现的 山大王心法 就算照老生为单胜 但是所给的心法 也不一定能强过 系统给的心法 喂 小子 如果你是指望 这丫头学会了教你 那我劝你 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我教给这丫头的 心法只是合女性修炼 你练了小心胸脯变大 那玩意而萎缩 哈哈哈哈 想到猥琐处 赵老居然忍不住 独自大笑起来 为老不尊啊 苏语摇了摇头 静止走向木屋 此时 他要好好规划 一下自己赚取的 这些金币的用途 首先 系统提供的土地种类 分为两种 林地和耕地 林地用来种植水果 耕地用来种植农作物 自己现在有了十亩林地 而耕地却 只有一亩种植柱大米 理应再买一亩耕地 他现在的全部家当 也才二十多万金币 还真舍不得 一下子拿出来买地 而且 既然已经 有了十亩林地 再买耕地 自己也不一定忙得过来 苏语暂时放弃了买地计划 至于幼崽 他目前有一个毛毛就够了 养太多宠物 或者家禽也没用 还有杂物类 现在基本的生活用品都全了 也没有啥需要购买的 好吧 说了这魔多 苏语其实只是想为 自己找一个借口 幸运轮盘 幸运轮盘系统刚刚开放 苏语不激动是假的 人性的深处总是 追求刺激和冒险的 更是有助极强的侥幸心理 苏语也不例外 说不定真能赌到好东西呢 想到兴奋处 苏语的心不由地 砰砰直跳 按照系统的强大 赚钱还真不是什么难事 他现在可算知道 为石魔系统 要增设幸运轮盘选项了 其实主要是为了 抽奖和幸运轮盘的奖励 那些在商城买不到的东西 才是成长的最终途径 系统 新手住房可以升级吗 新手住房只是一个小木屋 两时一听 他们现在又三个人 总不能让堂堂的单胜 一直睡沙发吧 如果可以改进 自然最好 可以 升到一级别墅 需要花费二十万金币 算了 果然还是要钱 那就只能继续委屈 赵老睡沙发了 最终 苏语将目光头像 代表幸运轮盘的 大大的问号上面 他前世是个乖乖宝宝 就算轮盘 也都是很小金额的碰运器 看来这一世 是非要让自己走上 这条不归路啊 他相信 十万金币一局 这怎么样都算是好赌了吧 他相信 这种轮盘 才是最惊险刺激的 真可谓是一部天堂一部地狱 手指颤颤巍巍的 触碰到幸运轮盘按钮 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跳出来了 难怪那魔多人 沉迷于轮盘抽奖 这种确实 可以带给我异样的快感 转动 苏语重重点击 在幸运轮盘的问号上 系统界面中 幸运轮盘的转盘 开始慢慢地转动起来 苏语的心都不由地提了起来 那可是整整十万金币啊 自己的一半身家可都在里面 到底会是什么 哄 满心忐忑间 别墅外陡然发出一声巨大的声响 整个房子都剧烈地颤动了几下 苏语更是一个不稳 差点摔倒在地 什么情况 地震了 苏语顾不得其他 急匆匆地跑出门外 系统不会是送了个赝品 这大王山炸了吧 站在门口 就能看到门外不远处 严陈滚滚 无数的灰尘飘散在空中 形成一个柱子 其中更是隐隐传来 令人星际的能量 巨大的爆炸声 正是从那里传来 而且也正是赵老和穆小小 所在的方位 不会是赵老的仇敌 打上门来了吧 这魔大的威力 小小可千万别有事啊 苏语加快脚步 向着爆炸的方向跑去 跑得近了 隐约可见 在无处的灰尘中 站住一个穿着浅绿色裙子的小姑娘 小姑娘好似受到了惊吓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不安地看住爆炸的中心 苏语松了一口气 小小默示就好 走上前去 关心道 小小 你怎么样 发生什么事了 此时灰尘依旧没有散去 根本看不清 里面发生了什么 穆小小咬了咬嘴唇 是老师 他本来是想给我演示舞蹈的 只是 只是什么 苏语焦急道 他原本是想批断一棵树的 然而 一长下去 那棵树纹丝未动 纹丝未动 苏语面色古怪 一棵树而已 外公四层就可以轻松劈开了 赵老批不开 纹丝未动 开什么玩笑 他可是堂堂的武圣 后来 他不信邪 又批了一掌 那树还是纹丝未动 装逼不成反被打脸 而且还是在自己刚收的徒弟面前 苏语已经能感受到 赵老当时的窘迫了 后来老师就急了 然后 然后就这样了 苏语总算明白了前因后果 赵老那么臭屁的一个人 自然想在徒弟面前 嗅一下优越感 证明自己的强大 只是此时却闹出了乌龙 内心不愤 才会闹出这场动静 唉 可怜自己的大王山 不会被打出一个窟窿吗 苏语担忧地想到 随着灰尘渐渐散去 苏语总算能见到 立在中心的赵老 只是他现在的样子 有些狼狈 头发杂乱蓬松 脸上粘住不少灰尘 嘴角边还有些泥土 一个袖口不翼而飞 身上也有不少的破洞 如果不是隐隐 有些赵老的样子 苏语真怀疑 是来刑起的乞丐了 赵老 没事吧 苏语关心地问道 同时眼神打量住四周 眼睛渐渐瞪大 惊诧地发现在这种程度的爆炸下 大王山居然没有一丝一毫的损坏 甚至莲草不是原来的模样 第三十章 开门红雨贪心有罪 卧槽 牛逼 除了牛逼 苏语真不知道该如何形容系统 赵老黑住老脸 看住苏语 前刻一声 小子 这山是谁送给你的 送给我 苏语面色一变 惊疑不定地看住赵老 不知道如何接话 毕竟如果说是系统送的 也不会有人相信的 难怪你不愿意卖我喂师 原来你的师父 比我降了太多太多 赵老悠悠叹了一口气 自顾自地说道 创天造地 你的师父 一定是一位神级强者吧 神级强者 难道五帝之上 还有境界吗 苏语面色不变 顺住赵老的话道 我也不清楚 家师给了我这座山之后 便消失了 传闻神级强者 可以创造自己的世界 不可被外力所伤 果然如此 赵老接着说道 难怪你能用这山 种出那抹好吃的东西 神级强者 确实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苏语啥都没说 赵老已经发灰脑洞 帮他把所有的东西 都解释了一通 倒是省掉了他 很大的麻烦 难道真有神级强者出现吗 苏语问道 赵老凝重地点了点头 虽然从没有人 见过神级强者 但在点击中 却有过关于 神级强者的记录 传闻 每一位神级强者 都有著创世的威能 原来是传说 苏语默然 他有个毛师傅 这赵老居然 霸子虚无有的神级强者 都搬出来了 老师 别说了 你还是赶紧回去 换身衣服吧 一旁的木小道 赵老这才 注意到自身的装扮 忍不住老脸一红 一旦有人对大王山 采取攻击 那魔大王山 会把灵气原封不动地 反弹回去 这才导致赵老如此狼狈 小子 你既然有幸 能拜一位神级强者为师 是你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一定要好好珍惜 赵老还不忘对苏语叮嘱道 到了他这种境界 唯一能让他心动的 估计就只有提升实力了 神级强者在他心中的分量 犹如天神一般 赵老脸色激动地长红 仿佛看到了前方一条康庄大道 突然感觉到 自己加入大王山 是多么明智 这可是神级强者创造的地方 自己一定要好好感悟才行 待到安顿好赵老 苏语这才将目光看向系统界面 这一看 整个人都愣住了 在系统界面的最上方 赫然出现了一行大字 字体都是大红色 刺目无比 恭喜宿主 赌博赢得一次抽奖机会 卧日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开门红 苏语激动的手都在颤抖 5%的概率啊 这概率可以说是没有 居然一次性就让自己给碰上了 他现在对赵老充满了感激 没有他闹出这些动静 他根本不可能抽中 按捺不住自己内心的兴奋之情 苏语直接进入抽奖页面 丁 是否抽奖 还用说 抽 他的面前再次出现了36张卡牌 直接跳过灵石类和土地类 心情激荡之下 忍不住将双手握成了拳头 杂物类 单人床 钉坝 匹柴斩 锅铲 锅子 钓鱼竿 建筑类 炼工房 盾物阁 登天梯 大王山客栈 大王山山门 网生湖 秘籍类 山大王心法 除草技能书 砍柴技能书 钓鱼技能书 打猎技能书 收割技能书 居然又有山大王心法 三次抽奖 居然次次都能有山大王心法 说这不是系统安排的 苏宇都不行 现在他对灵石类和土地类根本无感 这两类可以算是抽奖中的干扰选项 另外三项才是他所期待的 这次 他选择的是最中间的一个卡牌 一定不要是灵石和土地啊 苏宇闭上双眼 双手不停地祈祷 整整五分钟 他都不敢睁开眼睛 呼呼 拼了 苏宇稳定心神 颤颤微微地将眼睛打开一条缝 首先确认不是灵石类 心下稍安 眼睛缓缓睁大 心头一跳 也不是土地类 Yes 秘吉 一定是秘吉 眼神微微向上移动 一个蓝色封面的书籍 出现在视野中 真是秘吉 苏宇差点激动地叫出来 全身的血迈止不住地往上冲 恭喜宿主 抽中砍柴秘吉 随着系统的提示音落下 苏宇的手中 多出了一个蓝色封面的秘吉 秘吉的左上脚写住砍柴二字 虽然很想吐槽 砍柴也算秘吉 但是想到耕地和播种技能的强大 苏宇硬生生咽了下去 有了砍柴秘吉 再加上上次抽奖送的柴刀 自己成了不折不扣的柴夫了 是否学习砍柴秘吉 学习 苏宇毫不犹豫地双手一拍 秘吉便化为一道光 蹲入苏宇的体内 庞大的信息涌来 瞬间对握刀的姿势 砍柴的动作 姿势以及力道都了然于胸 与此同时 他体内的砍柴秘吉也被点亮 赌博尝到了甜头 苏宇迫不及待地将目光再次锁定在系统界面中 乘胜追击 继续 搓了搓手掌 点击 赌博 轮盘在苏宇的注视下开始缓缓地转动 速度越来越快 五种颜色晃得苏宇眼花缭乱 看不真切 苏宇有些不敢看 闭上眼睛 几秒后才悠悠睁开 此时 转盘的速度终于慢了下来 由于五中颜色是夹杂在转盘的四处 而黑色区域又占据了大部分的面积 看起来能堵中的概率时再是微乎其微 苏宇的眉心微微跳动 幸运之神一定会站在我这一边的 轮盘微微转动 指针指向了那一小片橙色区域 橙色 像指的正式随机一个杂物 难道要两缘钟 苏宇大气都不敢喘 眼睛死死地盯住指针 停下 给本大王停下 苏宇的胸口不住地起伏 内心不断地高呼 轮盘颤颤微微 最终刚好滑过了橙色区域 指向了隔壁一大片黑色 我日 诚心跟我过不去是吧 这差了都不到一厘米吧 苏宇内心几乎 恨不得把系统从自己的身体里 拿出来暴打一毒 一点 真的就仅差一点点 这种天堂到地狱的感觉时 再是让人抓狂不已 贪心了 应该见好就收的 苏宇懊恼不已 十万金币打了水漂 看出系统中不到三万的金币 苏宇只感觉心口堵得慌 欲哭无泪